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審查監察委員被提名人 陈思夢 楊芳婉 趙永清 蔡崇義 楊芳凌等相關事宜 党團詢問順序依民進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之順序 輪流交叉進行 並採疾問疾答方式 德采聯合詢問 但其人數不得超過3人 各黨團分配巡達時間為民進黨黨團 及國民黨黨團各為2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為1小時 在進行詢問前 先請被提名人陈思夢先生說明 時間為5分鐘 請陈被提名人思夢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蔡英文總統就任已死 就宣誓要進行司法改革 之後也慎重地舉辦了司改國事會議 提出許多制度變革 但一般反應不佳 本人以為癥結在於必談人的因素 則重有心證 心智 而突發不足以自行 台灣的司法體系一直受到黨國黑手把持 國事會議畫地自憲 一不檢討個案 二不提出司法官退場機制 以至於黨國餘孽 得以繼續隱藏在司法中 甚至位高權重 在關鍵案件上 做出違反程序及實質正義的判決 人民看在眼裡 屠夫婦婦而已 此之所以本人不得不承認 孫中山先生對於武權憲法的見解 亦有可取 其中監察權行使對象涵蓋司法院 是適合國情的獨到見解 該因西方三權分立的基本前提 乃是司法能夠獨立超然 不受執政的強人所操控 但是在中國官場文化 實在是原木求魚 要司法官不被威權豢養 就像阿婆生的兒子還難 好在有了監察權 可以由外部制衡司法 藉著糾談不孝的司法官員 為司法獨立鋪路 本人如果貴院同意擔任監察委員 會本則三分打老虎 七分打恐龍的原則 希望在餘下的任期 能夠移清過去司法 對綠營的迫害追殺 對藍營的縱容護航 讓恐龍強制退場 讓人民對司法體系 恢復基本的信任 讓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能夠恢復起碼的功能 本人了解要達成司法除垢的使命 有許多障礙待以克服 特別是監察法 並未規定彈劾案件審查的透明化 法官法又將司法官員 法律見解及自由心證的任意性 予以除罪化 再加上司法院目前力推的 法官獨大的參審制 而排斥人民做主的陪審制 凡此種種 皆有助於司法的敗類 繼續把持其既得利益 抗拒改革 本人期待貴院 在司法改革的大業上 共襄盛舉 以修法或立法手段 將以上保守落伍的救制度 救思維與掃除 有人說法律的存在 是為了創造一個 用不著法律的社會 本人認為監察院的存在 也是為了創造一個 用不著監察院的社會 司法恐龍退場的時候 就是監察委員退場的時候 台灣出現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 司法體系的時候 就是回歸三權分立的時候 謝謝大家 謝謝陳時孟先生 繼續請被提名人楊芳婉女士說明 時間為五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大家早安 我是被提名人楊芳婉 今天是擴別了立法院十年之後 再回到這裡 特別感到有意義 我是民國七十七年 也就是台灣解嚴的隔年 開始執行律師業務 當時解嚴之後的隔年 台灣不論是在政府體制 司法運作 人民申訴救濟機制 甚至於民間團體的組成跟參與 都因為解嚴受到不同程度的一個衝擊 在我執行律師業務之初 基於法律的專業 我接觸到不少弱勢的一些民眾 包括車禍受難者 還有在家庭職場中受到歧視 或權益受到困擾的一些女性 透過他們的經驗跟訴訟的陪伴 我發現在個案中不能夠聲張 不少是因為法令的不周全 或者是制度的不合一所造成 例如車禍賠償的部分 因為現場激震不足 或者是車輛沒有保險 而讓車禍受難者的求償之路被極艱辛 因此我除了個案訴訟的協助之外 我也協助了車禍受難者成立協會 而督促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立法 而且也檢視了行車事故的一個鑑定機制 跟法官判決處理的一個結果 甚至於賠償的金額 我也做了一個整理 而且出了一本書 另外因為我們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影響 從個案中我也看到 女性在家庭中包括住所夫妻財產 持女監護還有繼承跟工作條件薪酬上面 在法律上也出現了不平等的狀況 例如當初妻子以夫的住所為住所 離婚是監護權是以夫為主 這個部分讓女性在面臨相關訴訟的部分 有著很深的一個無力感 這個部分確實是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影響的 法令的一個不平等 而且在繼承法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法定概括繼承 也因為人民對於拋棄繼承跟 現金繼承的程序的不熟悉 發生了無辜悲在耳的一些悲劇 這個在第六屆跟第七屆的立法院 大院的審議程序上面 對繼承法的修正 也對這個部分有很多的一個討論 那這樣的一個當時的一個社會 對於我們的法定 為什麼是對人民如此的無情呢 我也有很深刻的一個感慨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親身經歷 讓我一邊職業 一邊參與法治改革的動力 我參與民間的性侵害性殺擾 民法親數篇的修法改革聯盟 當時是很多的女性律師所參與 那我當時收集了國內外的資料 也草擬了修法條文 擔任民間的修法委員 也擔任法務部的一個修法委員 另外我也參與律師公會的理監事 從制度面 從這個法律面來關心來改革 這些法案包括性侵害防治法 性殺擾防治三法 還有法院組織法跟家事事件法 已經超過半個四分之一個世紀 到今年已經將近三十年 我從各樣經驗的體察 跟民間修法的改革 以及擔任民間社團的理事長的經歷 進而督促政府讓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 而且也擔任行政院跟若干部會的性別平等委員 也見證了台灣性別主流化的一個過程 在訴訟爭議當中 包括司法改革的部分 我也參與了法官法的一個修訂 而且也參與現在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 在國內法化的一個審議的情形 執行的情形 我想以我的個人的這個職業的經驗 跟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 如果或大院的審查通過 當然盡心盡力的做好監察委員的工作 以上是我的這個口頭的一個說明 謝謝 謝謝楊芳婉女士的說明 繼續請被提名人趙永清先生說明 時間為五分鐘 主席 蔡副院長 林秘書長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是監察委員被提名人趙永清 感謝大院在百忙之中安排本次議程 讓我能夠回到這個熟悉的國會殿堂 看到很多熟悉的老朋友 以及優秀的年輕朋友 心中實在是無比的高興 並藉此機會來向各位報告 請多多指教 不慎感激 回顧二十五年前 台灣終於即解除戒嚴及黨禁之後 捨棄舊法統 結束四十多年的第一屆立法院 進行國會全面改選 堪稱民主元年 永清以改革之之 提出我們只有一個台灣 讓台灣多一點陽光 參選第二屆立法委員 僥倖當選並連任五屆立法委員 始終堅持專業專職陽光問政 並信守正義比黨派優先 制度比個人久遠的信念 超越黨派 建立陽光法案推動小組 永續發展出境會 並參與後生會等跨黨派議題組織 主動提案 主導協調 推動陽光法案 政治改革法案 環保生態保育法案 及諸多保障人權 關懷弱勢之民生議案 其中很多都是結合專家學者 舉辦多次公聽會 研討會 仔細研擬條文的進步立法 所以在立法院問政期間 得到二十多項來自國會觀察團體 媒體 記者或社運團體 評鑑為最優秀立法委員之肯定 同時積極投書 報章雜誌 撰寫專文 表達時事之論述 達數百篇 電視廣播媒體也經常邀請 評述 評議時事 但不論於議談或媒體 批判時事均就事論事 不做人身攻擊 理性誠實 不謾罵路人 更從無肢體動作 使立法院生涯僅依據 情意識 訴專業 敢堅持之妥協 四原則努力問政 報達民意之支持 在離開立法院五年後 二零一三年 突然接獲母校 政治大學 社科院頒授 傑出院有獎 原因是教授們研究立法程序 發現環保及陽光法案 我著力甚多 所以給予我諸多肯定 讓我不勝欣慰 如今 詠卿受到諸位 立法院先進好友及學術界環保 生態保護及人權團體 共同推薦為監察委員補提名人 內心深感榮幸且責任重大 誠然 監察院長久以來 受到輿論及民意許多批判 是應該有所改革與提振 所以拿出勇於認識的態度 參著各國監察權行使之成功經驗 在法規 制度 人事 效能 透明化 與監督各方面尋求突破 方為回應民意當務之急 至於永青個人如果有機會 進入監察院擔任監察委員 首先 針對過去在立法院 所竭力推動之陽光法案 及環境生態保護法案 政策 一定會全力查查 導正年能風氣 及促進台灣之永續發展 此外 作為人權團體長久的議員 勢必在關懷弱勢及伸張司法正義上 努力不待 最後 敬請各位立法委員 先進多多指教 如蒙通過貴院審查 並會與同意任命 永青將非常珍惜 這個為國為民服務的機會 兢兢業業 有為有手 善盡職責 作為一個不負您所託的監察委員 謝謝 謝謝趙永青先生 繼續請被提名人蔡崇毅先生說明 時間為五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 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來這裡報告 接受各位的審查 蔡崇毅畢業於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補習系業管理 成大碩士 家務三十歲時 因病危權力之後 終身立志 義務兼職 傳道費 全家都是全城的基督徒 行公益耗年免識別 是我們做事的準則 通過人事行政 金融法務司法官 律師的考試 所以在縣政府銀行 民國七十四年 進入法界服務 迄今三十二年 十七年前 受要至最高法院 因家母中風所以婉拒 也在成大法院所的EMBA監客 也因有著審判的經驗 希望對監察委的職權行使有所逼 審判先程序 後實體程序 就是人權的保障 個人為基督徒當然希望 沒有死刑的刑法法令 但是身為法官 在求其生兒不得罪不可犯之下 也有過死刑的判決 誤網誤重 本是法官的天職 所以很多前審死刑的案件 經過詳查事實發現信證據之後 改判無罪定驗 心中總有那莫名的感動 公益都在做志工 尤其在六年的院長期間 在深入各基層感受到民謀 台東一年十個月 在這那最美麗的地方 與最善良的人民相處 是人生最美好的回憶 我們縱橫從達人到長兵 各個部落各個村裡 都沒有我們的教宗 八八峰在莫納克 我們是第一時間 進入到布蘭杜洛 在基隆四年兩個月 是人生最充實的時刻 我們的團隊全息走透透 以各位做接觸 尤其受到各位公益團體 如慶安宮 戴天宮 百合 福倫社等 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所以我們連續有三年 帶我們迷途的少年到法谷山靜坐 每次了音法師都喊著淚跟我們送別 我們給他們出刺青 發獎學金 帶家長們到服務院到感化院裡面 給他們做教化深入的輔導 給他們做就業更生人 民族的少年 訓練他們就業的技能 幫助他們考招 基隆地點的成效也受到 司法人非常大的肯定 各種績效都名列前茅 尤其司法行政是第一名 這都感謝各位的辛勞 我們跟好友發念成立的恩友中心 目前還在恩運作幫助街友 在基隆所串利的富有保護協會 目前還在幫助弱勢協有績效 司法官生涯一直很順遂 同期第一個升庭長到高院 升院長當發言人 我都被感珍惜 上個月司法院委託中原院 對法官全面平和所做的調查 個人部分 在法律人部分都有有97.7person 極佳的評價 遠高於全年的平均 總平均為極佳 去年4月 先父臨走前 請問我的手一零叮零 要更加親悲 更加努力 好好的為國家做點事情 你要相信自己 如果能不能答應到後外 讓我提名為建設委員 我將秉著我跟我太太四十年來 一直在基隆當志工 跟這些善良的人民 從審判的點 到調查民權的縣 進而窺盪整個國家的面 讓我們的人權保障不置留於空壇 讓公益在我國高級 讓人權在我國生根 我生長在台灣 我在這塊土地長大 我跟台灣有龍都化不開的感情 耳縫耳露 民旨民高 也不會天府不住為一人 希望在我的公職生涯 能夠畫下一個無憾的祭典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蔡崇義先生 繼續請被提名人楊芳玲女士說明 時間為五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是楊芳玲 在台北市出生長大 福人大學法律系畢業以後 復得留學 獲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 因為博士論文得到了最高的極優成績 所以畢業以後 就獲聘在國際知名的 也是德國最高的研究單位 馬克斯普朗克 外國及國際刑法研究所工作 嚴格地說 我是在德國完成法律專業上的養成教育 他訓練我自學嚴謹 教導我不以人肺炎 提升了我的邏輯思考能力 更讓我在學術倫理上 言以律己 民國75年返回台灣以後 先在中央警官大學 一年以後再轉往 位在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任教 並且在103年7月辦理退休 退休不久 柯文哲先生當選了台北市長 他邀請我進入台北市政府 擔任法務局長 直到去年9月我才離開 留學回國以後 我曾經公開主張要廢除 動員開亂時期臨時條款 也曾經主張政黨要退出校園 並且實際地向校方提出了具體的計劃案 在校園自治上 不但主張校長以及學術主管 不應該再由上級指派 而且聯絡了南部好幾所大學的老師 一起在學校成功地推動了校長 由全體老師選舉產生 在中山大學任教的期間 我長期擔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法律委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法律委員 以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以及教師同仁的工作權 在校外 我積極地投入消費者保護的工作 另外也在交通部公路總局 公路汽車客運審議委會也擔任委員 也曾經在高雄市政府的環境影響評估審議委員會 擔任委員 還有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員會 擔任委員 進入到台北市政府 因為市長常說 有不同意見的要舉手 我常常舉手 可是在嚴謹的製協訓練之下 舉手以前我一定做足功課 這因此讓我了解到許多其他局處 業務運作的模式 在台北市政府服務期間 除了負責台北市政府法規審議 訴願審議 消費者保護 以及採購申訴 以及調解的業務以外 我還身兼國家賠償事件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人權保障諮諮詢委員會 以及廉政透明委員會的委員 這讓我有機會更進一步的進入到行政法的領域 包括各種單行行政法規 行政訴訟法 行政程序法 訴願法 國家賠償法等等 依照憲法以及憲法針對條文的規定 監察院是國家最高監察機關 行使彈劾、糾舉、糾正以及審計權 不論是對人員提出彈劾、糾舉 還是對行政機關提出糾正 都是以違法、失職為要件 個人洗法、交法有四十多年了 手忍各項法律概念、法律淵源以及法律解釋方法 又曾經長期擔任中央及地方各個專業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再加上在首善之都台北市政府擔任政務首長的實務經驗 這應該是我對於自己足以升任監察委員一職最重要的把握 監察院職私為名監督整次官征的重責大任 監察委員身為監督政府公務人員的主體必須以身作折 如果有機會到監察院服務 我一定竭盡所能以行政連結自免 依法公正獨立的行使職權 為監督立政澄清立志保障人民權利 貢獻最大的心意 最後我要以第一屆監察委員陶百川先生 認為監察委員應該有的五項風格標準自詢 那就是監視而不干涉 明察而不苛求 糾談而不怨恨 敬河而不順流 有為而不有求 謝謝大家 謝謝楊芳林女士 現在進行委員詢問 第一位請蘇委員巧會詢問 詢答時間為二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想請陳詩夢 陳備提名人 請陳詩夢先生 陳備提名人 好 首先我先恭喜陳老師 陳建委被提名人 陳為被提名人 謝謝 那在開始之前 本席有幾個問題 想要先請您檢答 首先 第一個 如果是在馬政府執政的時期 就提名你當監察委員 請問陳被提名人 您會接受嗎 不會 不會 那麼為什麼您在蔡總統 來提名您的時候 您是有馬上答應 還是有所遲疑 馬上答應 馬上答應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您的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馬總統的時候 您不會 蔡總統的時候馬上答應 主要因為 我的 對於監察權的這個理解 在馬政府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還不是很清楚 那到 經過馬政府的執政八年 我才看出監察權的重要性 監察權的重要性 那麼我想請教您 陳被提名人 請問您認為監察院的制度 到底對我們是有助於憲政制度的發展 還是有所妨礙 目前 您現在有理解了 到底是有幫助還是有妨礙 目前我的理解是有幫助 有幫助 所以現在的監察院是有可以發揮的功能 可以 您認為是大概什麼樣的功能 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制衡司法 制衡司法 所以您認為是按照您剛剛在口頭報告的時候說 既然我們現在是一個獨特的五權憲法的制度之下 所以監察院 監察權是用來制衡司法的 這是您目前認為監察委員最大的功能 是的 因為主要就是三權 一般講這個權力分立 那疏忽掉一個他的真正的精神就是在於制衡 那為什麼您認為您適合擔任監察委員呢 適合 好 那經過這樣的一些短答 我今天本席在今天就想要利用今天這二十分鐘的時間 不但向被提名人您也向各界來請教 向您來請教台灣獨特的這個監察院制度 同時也藉這二十分鐘讓各界來理解 我們的監察院我們的監察權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 它適不適合存在 首先我想請教您 去年底12月26日監察院院長張柏雅率領了全體監察委員 前往行政院巡查 那麼我們的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則是帶領了各部會首長出席了這場監察院的巡查會議 您知道這場會議嗎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聽到在媒體上有聽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並不是很深入的了解 不過我個人認為說 監察院全院去巡查這個行政院 監察院院長帶領全體監委 然後整個行政院院長帶領各部會首長 出席了這場巡查會議 您認為您看待這場巡查 您的態度是 我的態度是這種的動作越少越好 可是它是屬於監察院的職權範圍之一啊 事實上我跟被提名人這邊討論 您看根據監察院的統計 從民國88年到105年這幾年當中 監察院巡查了中央機關的次數是797次 那麼到地方機關也有巡查是757次 所以如果扣掉了沒有監察委員的那三年 這麼幾年來剛剛好每年我們的監委到中央和地方 巡查的次數是高達111次 也就是差不多三天就會巡查一次耶 這跟您剛剛所說的越少越好 其實是非常相反被盜而馳的狀況喔 所以我想請問貝提名人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 有哪一個國會 有怎樣哪樣的機關 它不是國會 也不是司法機關 可以三天就巡視我們的政府機關一次 有嗎 有這樣的國家嗎 完全沒有吧 其實是完全沒有吧 但是呢 如果監委一天到晚就要去刮別人的鬍子 但是我們回頭來看 根據我們的監察院 巡迴監察的實施要點 其實這個要點 它依據這個要點出去做巡查 但是這個要點早就過時啦 從1999年到現在 這個要點都沒有修正 甚至最簡單來講 它的行政區化到現在 還在用台中縣台南縣這樣的行政區化 所以自己都沒有修法 但是自己卻依著這個過時的法律 三天一次就到中央到地方去巡查 你認為這個合理嗎 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嘛 這是第一個我認為非常奇怪的現象 第二個是關於調查權的部分喔 那相信貝提名人一定了解 立法院也有調查權 那您能不能簡單告訴我們 您認知的立法院和監察院的調查權 有什麼樣的不同 立法院和監察院的調查權 我所知道立法院目前沒有調查權 是啊 那監察院呢 監察院有 非常之大 不但有 而且非常之大 我來告訴大家喔 其實我們依照監察法 施行細則第24條 你知道嗎 一個 一位監察委員 他只要向監察業務處登記 就可以針對案件展開自動調查喔 所以這個條件 發動調查的條件是非常非常的寬鬆 那麼立法院呢 相對來講 他不要說調查了 連調閱文件 調閱文件 都必須經過全院的同意 才可以來發動 你覺得這樣的立法院和監察院 行政機關怕哪一個 怕監察院 當然是監察院啦 所以從剛剛的巡查 他可以到中央 也可以到地方 從他調查權的發動 是這麼寬鬆 登記一下 我就可以發動了 而且喔 而且 他如果監察委員認為有必要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封存 帶走所有調查相關的文件 我要再請問一次同樣的問題 請問陳貝平的人 我們有哪一個國家 有類似像監察院這樣的機構 既不是國會 也不是司法機關 但卻有這麼大的權力 有嗎 我不認為有 認為有嗎 所以我認為 這是我們的監察院 台灣獨特的監察院 第二個非常奇特的地方 第三個 我要來談審計 也就是監察院第三個職權 審計 在許多國家 在我們的審計權上面 有些國家呢 是只屬行政機關 像是日本 他的會計檢察院 是屬於行政機關 有些屬於國會 像英國和美國 他是直接對國會負責 好 剛剛被提名人你也說 那我國是五權分立 非常獨特 全世界獨有 五權分立 那我們的審計權 是屬於哪裡 當然是監察院嘛 好啦 那我要再請教 政府的施政 既然是主要展現在實現 預算上面 可是就我兩年的經驗來講 我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當中 我對於行政機關 要監督的時候 我在預算的審查 我當然有很大的發言權 但是一旦到了預算的執行 預算的執行重要 那決算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們很難表示意見啊 因為最大表示意見的 其實是在審計部啊 所以我再一次用這個問題 來請教被提名人 那你覺得 我們的行政機關的決算 是在審計部這邊來主導 來主控 那麼作為一個行政機關 他到底比較害怕立法院 還是比較害怕監察院 監察院 當然是監察院啊 這實在是 從這幾個職權 一一論述下來 行政院 當然行政機關 是對於我們的監察院 其實相對來講 我相信他到立法院 對立法院來講 可能只是坐在這裡備詢而已 但是真正有調查 有究局 有巡查的 其實是監察院 所以我們今天再提名 我們再決定我們的監察委員 實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 那再回過頭來 如果我們的五權憲法的價格 我們五權分立的這個架構 憲法不變的狀態之下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我們的憲法 他規定的行政院 在我們的憲法規定之上 他是對誰負責 你剛剛說他怕的都是監察院啊 可是依照憲法的規定 行政院向誰負責 像民意機關就是立法院 向立法院 對啊 明明白白的 雖然在憲法57條是規定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那麼之後在徵修條文的第三條 第二項當中 也還是保留這樣的精神嘛 我們從剛剛講到這裡 貝提名人 您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憲政的亂象嗎 你覺得這樣的監察院 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如果這樣矛盾的狀況不改變 那這個國家的制度有辦法運行嗎 蘇委員 我主要的這個想法 跟蘇委員其實相當的一致 也就是說監察院 它不應該是變成一個行政的干擾 就是行政院這方面的干擾 那所以 但是我又有鑑於過去台灣司法的一些 不中立或者說不自主 所以我覺得監察院它還有一絲可利用的價值 這個價值就是來制衡司法 所以我曾經講過 我如果擔任監察委員的話 我要三分打老虎 但是我七分是要用在這個司法這個上面 為什麼還留了三分要打老虎呢 主要因為我知道還有一些人 就像國民黨以前的中評委 陳根金先生所說的 他說公務員大家要能混就混 能撈就撈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一些行政體系的敗類 那還是應該加以清楚 被提名人 我們了解你希望能夠為國家貢獻 能夠揪出不法這樣的心情 也希望能夠運用這樣的職位 來把國家的不好的地方給清除掉 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 所以我能夠完全理解 其實過去您也是主張希望能夠廢除監察院 那麼就是因為您態度的轉變 所以我今天舉出這樣的論證 論述向您請教 其實也是再給您一次機會 向全國各界報告您態度的轉變 那麼同時呢 我也想再請問你 也讓你有這個機會再做陳述 您現在所說的 希望利用這個職位 做到你剛剛所提的三件事情 甚至是包括清除二職法官 用陪審制取代目前法官所主導的歐陸法系制度 甚至是包括法官用民選方式來選舉 這三件事情 這都是您所說的嘛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您說到說如果做到這三件事情 監察院其實就可以廢除 好 那麼從我剛剛的論述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本來三權分立 行政司法立法 如果是一般的制度下 三權分立 權責相當的清楚 但因為我們是全世界獨有的五權狀況下 所以雖然文藝上面 憲法規定了行政向立法負責 但他最害怕的其實是監察院 可是監察院您現在又說的是要去做司法的改革 那麼我想要請教被提名人 您剛剛所說的這三件事情 希望能夠做到司法的改革 哪一件事情是現在現在的監察院有辦法執行的 這種司法制度的改變哪一件是監察院可以做的 甚至是如果好 今天您能夠通過這個提名之後 成為政治成為監委 請問關於司法的改革 這個制度面的改革 哪一個部分是您可以做的 制度面的改革監察院能做的非常少 是啊 監察院只能對人做一些改革 沒有錯 我的認知也是如此 監察院其實是沒有辦法調整國家的制度 它只有辦法糾舉糾正 對事物有所進行彈劾而已啊 是 那所以您要怎麼做呢 所以我剛剛在口頭說明曾經有報告過 也就是說我希望說貴院 立法院在立法和修法的這些事情上 能夠跟監察院兩個共襄盛舉 大家共同來讓台灣的司法進入正軌 所以是希望立法院也要能夠配合這個制度上的調整 而且說實在的這個最大制度的調整 要達到您所說的這一切 其實是應該是要修憲吧 是 這也是您的認知嗎 是 但是這個修憲目前就是卡在這個徵修條文 它規定修憲是 門檻實在是太高了 對 那麼等一下再請教您這個部分 我想各界也都還關心您所要談的司法改革的另外一個部分 除了您剛剛說的制度的調整 坦白講 經過這樣的討論 我們也覺得實在是非常難度相當的高 雖然有心 但是難度相當的高 但是外界關心的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是您也一再談到的 是 你會針對有政治意涵的案件著手調查 那麼 我這裡就要想請教被提名人 也讓您有機會來陳述 您要怎麼定義 什麼是政治意涵 那如果是在您的眼中 哪一些又是有政治意涵的案件 是 當然我知道說監察院有這個 接受人民術院的這個職責 但是民間的術院 據我目前所接到的一些術院的案件 大概有這麼高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個人的利益的受損的部分 那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只剩下一點點的任期 要來處理這麼多這些個人的利益受損的部分的話 實在是沒有餘力 所以我把自己的任務局限在 就是政治性的這些案件 因為我認為政治性的案件 都是一些代表性的 關鍵性的 指標性的這種的案件 那對個人也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但是對於整個社會會有很大的意義 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就是過去對於綠營的總統以及政務官的這種追殺 在這個追殺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司法用了很多不合程序爭議 不合實質爭議的一些手段 這個在媒體上隨便查都可以查得很多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過去這些司法官 他們對於藍營的總統以及藍營的政務官 他們所做的一些重放的行為 這個在最近的馬總統的這個 所謂的泄密案 這個不管是一審或者二審的法官 你可以看他的這個權文 審判文 判決文就知道 他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所謂的法律的見解 那這一些是我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就是 過去對於一些黨產的處理 那這些黨產處理 中國國民黨常常就是把任何一個案子 黨產會的案子 就提到法院去 那用這個來拖延時間 而有一些法官也真的就順從著 中國國民黨的這個講法 做一些對黨產會不利的判決 我認為這個也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因為不管如何 這個法官他心目當中 應該知道轉型正義的期間 轉型正義是最高的原則 而不是一個政黨或者是一個個人 他的這個利益 當作他們的司法的一個原則 被提名人 我剛剛讓您非常完整的陳述您的理念 因為我想這也是各界 對您今天能夠擔任 是否即將擔任監委最大的判別標準 這個核心的觀念在於 什麼是政治案件 這個標準到底明不明確 接著是您所設定的方向 這也是眾人所關心的 剛剛是您理念的展現 我只提醒 我們都希望司法獨立 不過在具有許多高度敏感性的案件當中 如果沒有嚴謹合法的程序 那麼甚至有可能會讓一般的司法案件 升高成為政治案件 我想這是您我和全體社會都不樂見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裡 只是再一次誠懇的提醒 我想合理嚴謹的程序 是調查任何案件所必須要有的要件 而您剛剛您的理念 也很完整的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所以我想今天 其實我利用這僅有的時間 和被提名人討論的 是從整體國家的制度 到底監察院是不是應該還有存在的價值 其實從剛剛我們的討論當中 可以看到監察院幾乎可以算是一個獨大 而且它只有29個人 29個人有這麼大的權力 是行政機關最害怕的單位 這到底合不合理 本席當然是認為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在上個會期 我在這個會期也已經提出了憲法的修正案 為的就是希望讓國家 能夠有更長治久安的制度 這是第一個我向您請教的部分 本席實在認為監察院沒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點我向您請教 如果您在制度上擔任監委以後 制度上你要怎麼去執行實踐 你所謂的司法改革的部分 我相信這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 最後是個案的部分 那我相信您剛剛的回答 謝謝市委員 接下來請林常佐委員 詢問 詢問時間為二十分鐘 主席我們請五位被提名人 請五位被提名人 請五位被提名人 謝謝啊 首先感謝五位回應時代力量之前給各位的問卷 那裡面也盡量的詳實地回應我們的幾個基本上的問題 那時代力量的立場還是認為應該要廢除監察院回歸三權分立 但是畢竟在現在還沒有修憲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也一直還在考慮到底應該怎麼來行使這一次的人事同意權 在此之前我想就先 我就先就在這個問卷以外的問題來補充提問 那也讓五位可以再來補充回答我們有的其他的幾個問題 那先跟各位說 等一下我們可能就按照這樣子的順序從左到右這樣回答好了 這樣可能比較方便一點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關於司法正義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從這個監察院106年度的統計資料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人民書狀裡面 關於人權保障的這個案件裡面 最高的就是司法正義 有5142件 那遠高於第二的這個財產權 那在這個監察委員調查報告的這個裡面 監察委員自己做的這個調查 也是人權保障案件總數裡面有佔了18% 可見司法正義 不管在人民的這個陳情狀 或是在監委的調查 其實都佔了相當的分量 所以我想要問第一個問五位的是 怎麼看待這樣子的問題 以及如果接到這一類的案件 會用什麼樣子的原則來處理 請謝謝 跟委員說明 按照憲法正確條案第七條第三項的規定 監察迪迪確確它是可以針對司法人員提出彈劾 那彈劾的標準 如果參照法官法的相關的規定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法官他在審判案件有明顯重大的違誤 侵害到人民的權益的時候 那基本上的話在司法院內部 他其實就可以把那個不適任的法官交付 法院的這個法官評審委員會做個案評鑑 那這一些的標準的話可以都作為監察院 在對司法人提出彈劾的時候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們幾位有幸能夠進到監察院的話 也會在這一個方面多所琢磨 委員關於這個司法人員就是司法微信 為什麼人民一直沒有信任感的原因 其實就跟監察院所接受的陳情 或者是一些審議的部分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想任何的這個就是監察院的一個監察委員 的職權行使是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 所以呢監察委員能夠對於司法官 他的違法失職的部分能夠進行彈劾 那除了這個法官法所制定的這個自律的部分 還有評鑑的部分 還有職務法庭的部分 也就是淘汰不適任 法官檢察官的一個機制以外 目前來講為什麼人民還是會有一些不滿意 對於個人的權力受損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也是監察院還要繼續在這個部分 尽力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于在个案的处理上面 是不是在这个法官或检察官 他在程序的处理上面 是不是有违反法律 然后在这个实体认定上面 是不是有自益 所谓的自益就部分就是 刚刚被提名人陈先生有讲到 就是这个部分的认定 是不是跟人民的司法的信赖有出入 或者是违反一般的经验法则或论理反则 那这个部分呢 是司法的这个澄清案件会这么多 而且也是监察院要做的一个事情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就是 监察委员或监察院在个人的案件 个人法官的这个审理程序跟实体认定上面 有没有自益有没有违反 是可以尽力的 好 谢谢 简陈老师 我的确也有去稍微审查了 看了一下这个过去监察院 对于司法官 包括检察官的这个弹劾案件 那的确也有相当数量的那个比率 就是是监察权弹劾权在行使的时候 它的对象是法官和检察官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他们所弹劾的这些法官或者检察官 都是他们有一些在法律上已经非法 已经违法了 比方说他跟这个未成年的少女性交了 或者说他收费了 或者说他去介入这个去侵占别人的财产等等 所以各位可以 这个委员也可以去网站上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他们所做的 监察院所做的这些司法的案件呢 其实都是司法院本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他们本身都已经被判刑 都已经被判罪定罪了 那这些案子监察院再来事后补一枪 在我看起来这种是很无聊的事情 那么所以我觉得说 问题就出在这个司法官呢 他们始终有一个自由新政 或者说独立办案的这个保护伞 这个金刚罩 那自由新政的话 就让他所做的这个判决呢 他的法律见解呢 无论多荒谬 无论多错误 但是他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惩戒 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批判 这个我认为是应该要 法官法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事情 否则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些 两个标准 就是对蓝营对绿营的两个标准 这种的事情 非常容易再出现 我想民意对于司法正义的不满是最高的 所以未来监察院在面对民众的陈情 或者是一些司法案件要求要频繁 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机会去接触 那我过去也在人权团体长久以来都在服务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未来 不单是这个弹劾举举 或者是甚至对于法务单位 或者是司法单位的一个纠正 都是应该要来进行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这个一定是今后的监察院 一定的重点之重 一定会在司法正义方面 大家都会尽全力的来维护人权 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我也好 我是现职之身32年超过32年的法官 我目前中央委员对我的平衡是97.7% 极佳的评价 但是去年 总共有13666件的成千案件之中 司法及预证有4890件 也就超过三成以上 所以这中间一定存在有落差 就在司法上 我为什么想当监察委员 就是想去了解 增结到底在哪里 是我们的制度问题 今日塔型的诉讼制度 为什么不用陪审 等等的制度问题 如果了解之后 我会做个报告 第二个 我们司法的荣誉感 一直没办法提升 可能有存在不适任的法官 就像那个程老师一直在强调的 我在审理的都是个案 法官不语 不能去做任何的制评 但是我相信 当监察委员之后 就可以去慢慢 从成千案件之中去发掘 有没有冤案 有没有不适任的 怎么样让他能够 让司法倒回正轨 成为我们的司法 容易感谢 感谢五位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这个转型正义 除垢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上个会期 立法院完成了这个促转条例 那其实在转型正义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因为从真相 这个真相到赔偿 到这个除垢 以及到最后的这个和解等等 这几个阶段 其实我们在立法的时候 时代力量的一个版本 最后没有被当时 最后这个 三读的时候 并没有接纳这个 时代力量的一个版本 也就是包括除垢的部分 所谓的除垢就是 在过去独裁时期 担任在整个 这个国家体制里面 成为这整个国家体制 一起的这个加害者之一 不管说他是担任这个 军警或是司法人员 这一些人 是不是到了民主的时候 还能够继续 在这些相关单位里面服务 例如说在司法单位 媒体单位或是教育 里面是不是能够 还继续在这些地方服务 这个是在国外的 这个转型正义里面 都很强调 要做进一步研究 不管是德国 捷克波兰等等 他们都有做 这个除垢的这个机制 但是我们的 这个促转条例里面没有 所以我想 其实我们从之前 这个司法院政府院长 被提名人 本来是这个谢文定 跟这个林警方的这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生过了 一个争议 就是因为谢文定 这个先生后来被批评在 威权时期的时候 侦办过许多政治案件 所以不试任 所以可见 社会上面是有这样的声音 就是说这些人到底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这个是 我觉得在转型正义里面 即便促转条例没有 我认为监察院应该也可以去 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会主张监察院应该可以 再去进一步去了解 刚才讲的这一批人 他在 他控制了多少媒体 他在司法机关里面 乃至于在教育机构里面 他有多大的影响力 这些是不是 应该都是监察院 可以去调查的范围 那也是请五位来 稍微做一下回应 谢谢 跟委员做说明 据我了解 促转条例里面规定的话 他基本上是 先以两年作为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在两年之内的话 先要把在 威权时期统治的 这些所有的政治档案 先要搜集 然后进行真相的调查 然后对一些所谓的 司法不法的事件 也要进行调查 那所以可能是要 等到这个政治档案 以及这些司法不法的事件 经过调查了以后 那才能够比较进一步的 再针对委员刚才所说的 这些除够的作业 再进一步的进行 以上 谢谢 这个条例的通过是 大院的一个职权 那刚刚委员讲到说 没有在法律的这个 明门规定底下 监察委员 是不是可以做 作为调查的这个依据 我想这个部分 大院应该清楚 这是立法权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这个条例上面有两年 必须要收集 就是要让政治档案 能够解密 能够确立这个事实 我想这个部分 是所有的这个法律 或者是事件的调查的一个基础 要有事实的真相 然后呢就这个部分呢 应该进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想这个两年的这个报告 出来以后可能会更明朗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法律需要再修正或什么 这个应该都是大院的一个权责 当然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律 在刚刚订定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一些 比较多的考虑 那所以 所以就把这个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除够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局限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促转条例里面呢 第二条的部分 事实上它是 它列举了四个 四个非常特定的这个功能之外 它另外还有一个第五款 就是它要其他转型正义的事项 那我觉得委员刚刚所提到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用 这个其他转型正义事项来涵盖 然后来加以进行 我想监察院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保障人权 所以基于人权保障的理由 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 转型正义的案件调查的时候 我想监察院自然是责无旁贷 应该也要协助民众了解真相 那么据实来调查 调查之后应该要进行如何的处理 如果说是有为师 缺师甚至违法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就会做后续的处理 包括对它的纠举或者是弹劾 或者是移送检调单位 那这个我们都一定要来据实来办理 总之我觉得监察院在转型正义这一块 我们也一定是要来尽我们的力量来办理 原则同意委员所说的 监察院是在对事物做审查 所以监察院本身有职责 对任何的为师 包括在之前所做的任何为师行为 尤其在转型正义里面第二条缩取的事项里面 我们应该去落实去做监督 谢谢 那再来下一个也是关于转型正义的部分 因为现在我们关于这个战后 一些这个国家财产被侵占 现在所谓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去处理 也就是说在战后 本来国家的财产变成了这个国民党党产 之后的这一些要怎么样还给国家 现在这个有不当党产条例来处理 但是另外在同样的那个时间 其实除了国民党在那一个 这个混乱的那个状态之下 上下其手以外 其实也有其他的个人或是组织 趁那一个时候 把国家财产用不明不白的方式之下 登记在个人之下 例如说已经有许多过去有明代 包括或媒体也已经指出了 例如说这个人际院 人际院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是国家的财产 是公立的 但是到了1945年 这个国民政府 由廉政东担任台北州的这个 接管委员会的主委 到后来成为台北县长 兼建设局长 然后派人接管台北人际院 1950年的时候 这个公立的人际院 就被登记为私立的人际院 然后变成土地也变私立了 到了19 我们如果看土地登记上面清土地记载 1950年2月15号的时候 本来公立的台北人际院 在林森北路11号 就是现在租给加油站的那个土地 本来是公立的 在同样那个时间 它变成 在1950年2月15号变私立的 变私立的里有些改名 所以就是改名 所以公立的变私立的 那这个东西是现在转型正义 这个遗漏的地方 事实上在国外 他们在处理这个不明不白 国家财产在一个 这个威权时期 在独裁时期 结果国家财产变成私人的这种事情 也是要进行调查 但是我们目前只针对了 不当党产 而没有针对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所以我想请问 如果各位担任监裁委员 如果有这一类的这一个 案件 不管说是被这个检举 还是怎么样的话 各位这个进行调查的意愿 以及原则 请回答谢谢 对于政党以及附随组织 不当取得的党产 那按照促转条例的规定 那也是要由未来促转委员会 来负责处理 认定处理 所以因为这都是在威权时间 或者是已经超过很长一段的时间 那按照现在工程法的相关的规定的话 不法的行为 失职的行为 如果已经超过了十年的时效 那恐怕在惩处上面的话 是已经有时效消灭的问题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当然 如果这一些不当党产的取得 它的的确侵害到人民的权利的话 那监察院并不是不能够进行调查 那只是在后续的惩处上面的话 恐怕有已经离于时效的问题 委员刚刚所说的 这个是促转条例以外的一个问题 那确实是 如果是 这个是属于国家的 这个原来的财产 因为某些 某些方式 而变成是私人的财产 这个部分确实是值得去调查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 如果是这个财产原来的是属于哪一个 国家的机关的部分 这个国家机关应该要积极去追讨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 没有进到或是待遇去行驶的部分 那监察权可以就这个部分 是不是他有待遇行驶的部分 来提出一些纠正 这个案例 的确是已经很多很多的这个 房间的媒体都有报导过 那其实 中国国民党的党产中间 也有一些是登记到个人的名义下 所以 所以这个 当然 如果说中国国民党自己不追究的话 那外人也没有办法 不过 政府在追究中国国民党党产的时候 应该把这些考虑进去 比方说 这个 有一本书叫黄金网事 那里面就提到 蒋介石当初 他这个已经下野了 他只是总裁 但是他 却 却收了九万两的这个黄金 就是国库署 拨给他的九万两黄金 他把其中的两千两黄金 拨给了王蒂吾先生 就创办了这个联合报 除了两千万黄金 另外还有一些外汇 那这个联合报的这个第一桶金 事实上就是来自党产 因为当时是拨给这个 国库 拨给蒋介石 他的总裁 然后再由蒋介石 交给这个王蒂吾 所以这些的案例 我觉得这个党产会 应该要加以注意 那至于关于委员所说的 是不是有一些日产的土地 被 被 继续 被这个 登记在个人的这个名下 我觉得也是 因为时间已经到 你那个也不会听到 所以是不是 我们私底下 再跟林委员做个说明 好不好 谢谢林文长佐委员 那接着请郑天才委员 副院长 我们各位媒体先生 还有所有的被提名人 有请杨芳婉、杨芳琳、蔡崇玉、被提名人 请杨芳婉、蔡崇玉、杨芳琳、杨芳琳女士 首先 还是要勤勉 所有被提名人 无论你是 到时候是当监察委员 或是没有当监察委员 都勤勉 能够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我国的体制 宪法规定是五前分立 当然有很多主张要改为三前分立 对于监察院 也有很多主张要废 包括很多我们现在在场的 或是上一次在场的监委被提名人 甚至都认为是要改立立法院 我们看到底这样的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民进党 完全执政 前面执政 完全霸道 前面霸道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完全遵照党义 贯彻蔡总统 以及行政院院长的一个意志 造成行政前的一个独大 立法院已经成为行政院的一个立法局 我们看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这个满英九第一任 2008年 这个它是如日中天的一个时候 我们看这个当时 满英九所提名的考试院 副院长 以及考试委员 副院长 因为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反对 所以他就主动 退出这个考试院的副院长的一个提名 我们看看2008年 当时的监裁院 总共有四个 应该三个 包括副院长 沈富雄被提名了 总共有三个没有通过 2014年 监裁院 马英九总统提名了29个 11个人没有通过 我们可以印证 这一次立法院党的党团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绝对全部会通过 因为他们是多数 所以 民进党立法院党法是前面会贯彻这个意思 所以你们一定会通过 而立法院 我们今天谈这个成为一个立法级 如果我们看这个过期的审查法案 审查议算 可以开一事不二意的恶力 像这次审查劳基法 竟然修正东西跟再修正东西 同时送 根本就是要卡在野党的一些相关的法案 过去国民党前面执政的时候 还连三个立委 只要坐上主席台 当时的院长就前面协商 尽量去听起在野党的意见 而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绝对不会造成这种状况 协商都是过门而已 所以我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我要勤勉各位 为什么特别请三位 因为你们都是写法的 特别勤勉大家 不要再造成监察院成为立法院的监察局 从刚才陈师梦的回应 就可以知道 他说半男不半立 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对不对 蔡总统就是要打算 把监察院成为立法院的监察局 行政院的监察局 行政院的监察局 所以我们今天看 这样的一个情形 特别要勤勉 一定要行公益 好联名 纯谦卑的心 我们看这个 行政院最近都被报导 行政院违法挪用内政部 建议组研究所的预算 来修上官邸 修上官邸很清楚 也许你们三个不是那么清楚 三十年的老公务员 我是三十年老公务员 不管是民进党执政 国民党执政 都在行政部门 我们看这个 益算法97条 对于相关的房屋建筑 它是属于办公厅社 这样的一个办公厅社 都是属于业务费 是属于业务费 如果我们看这个 中央政府第一级至第三级 用途科目的一个标准表 就可以看到出来 它是一个一般行政的业务费 房屋建筑养父的一个科目 怎么会是用一个补助款 来去处理 如果我们看这个 宪法 147条 第一项第二项 补助是做什么 为了经济平衡发展 要平衡发展经济 财政措施发生法 第三四条第一项也规定 中央卫模全国的经济平衡发展 得佐以补助地方政府 它是一个对下级政府的一个补助 财政措施发生法第四条 也是这样一个规定 所以它是一个建研所的议算是补助款 怎么会拿去做行政院院长的观点 为什么他敢这样做 因为立法院前面执政 因为立法院是立法级 我们看这个 这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我们看建研所的组织法 它是为了办理全国建筑研究发展的业务 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呢 对不对 如果看它的组织法 它的执掌都很清楚 建筑节能 这是建研所的一个补助计划 它的补助计划非常清楚 考虑北中南地区 以偏远地区之平衡发展 跟宪法财政措施发生法 都一样平衡发展 就算是中央的单位 也是要偏远地区的中央政府的一个机关 所以它是完全违反宪法 完全违反财政措施发生法 也违反建研所它自己所定的一个 补助计划 也违反这个议算法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上位 你们虽然不是写会计的 但是我说从法律的层面 包括相关的预算法 财政措施发生法 包括它补助的计划 请问一下 我先从杨芳婉 你毕竟当过台北市法规会的主委 是不是 杨芳琳 杨芳琳吗 是 对不起 杨芳琳 没有问题 跟委员说明 因为监察院定有监察委员的资律规范 那按照资律规范的话 我们不知道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在调查中 如果已经在调查中的话 就不适合干涉 那如果还没有在调查中的话 也不适合公开表示个人的意见 以免构成日后可能会必须要回避的一个室友 所以请容许我不针对个案表示意见 以保留如果以后有机会进入到监察院的话 能够有行使调查权的机会 谢谢委员 如果你认为它是个案 那我就请教你 补助款的刚刚讲的这些规定 补助款的原则 怎么样 补助 刚讲 如果我们不谈个案 得开个案 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情形 有任何违反会计法的相关 预算法的相关的规定的话 它都构成违法或者是失职 这当然可以作为调查的一个对象 好 这个杨帆婉 贝提名人 委员您好 刚刚委员所说的应该说是立法委员的一个监督的权责里头 至于说这个预算是不是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使用和职权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委员基委员的权责应该是可以做监督的 那至于说这个详细的内容我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在 我告诉你 立法院是审查预算 也不能挪移预算 也不能增加预算 立法院的审查 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的预算里面 它没有写说要做行政院官邸 所以我们在审查说是没有办法是预期 预期说你会去做这个 了解吗 所以不是说立法院可以去 目前就可以那个 好 我们蔡法官 很好 这个也一样一对去这道个案的话 好 那我了解 谢谢 监察院的前辈 监察委员的前辈 我们黄黄雄 因为过去 他在没有党产条例 也没有促转条例的时候 就实施调查国民党的党产 也完成了很多笔的党产 成为一个国产 那现在我要跟三位来说明 监察院更应该调查不当的国产 什么是不当的国产 这些不当的国产都应该返还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土地遭掠夺 我们看这个日记时期 日令26号令 无官方政绩及山林沿野之地区 视为官有地 所以我们原住民族的土地 都变成官有土地 好 你说那是日本政府的时候 日本政府离开了 请问一下 是日本政府离开了之后 这些土地有没有带回日本 有没有 没有带回日本 当然就回归到我们原住民族身上 对不对 但是在台湾省政府在1947年 根据行政院的令 大家知道1947年 还训令时期 要求 行政院要求台湾省政府 订定台湾省土地 全力清理办法 其中第八条规定 今前台湾总督府 依据土地调查 及林沿野调查 清理之结果 归公有之土地 盖不发缓 立了一个法 把我们原住民族土地 盖不发缓 就成为一个国有土地 成为国有土地 原住民族都没有办法 依土地法 实施总登记 没有办法依土地法 实施总登记 像这样的一个不当国产 现在都是变成国有财产 而这些国有财产怎么样 很多都被出售了 很多被工地放领了 这种案例很多 你看这个台湾省土地 全力清理办法 明明文文规定 台湾省政府公报的公文 台湾公司也是一样 你们都知道吧 台湾公司的前身是什么 日本的诸事会社 日本走了 诸事会社当然也走了 但是政府成立了台湾公司 也订定了什么 在民国三十四年 订定了收付期 第一位产业 处理办法 我们很多花莲台东 包括屏东 的台湾土地 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 都变成国营事业 是公司 公司组织的土地 像这样的土地 法律都很清楚 都有法律 都有政绩 都有政绩 请问一下 我们就还是 我们倒过来 这个 我们这个蔡 蔡法官 跟我一报告 我在台东服务过 原住民是最善良的民族 我希望我进去之后能够了解 但是对个案我不能讲 这不是个案 那就没办法去了解 这不是个案 这不是个案 你刚才所提的都非常好 如果讲这是个案 那党产都是个案 我希望资料 你刚才都有答复 党产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继续了解 之后去处理 但是我们没办法 对个案做回答 谢谢 这个希望你能够 去了解 去调查 我们杨芳婉 委员您说的这个部分 确实是值得了解 但是对个案的部分 我们确实是不便表示一致 那怎么会是个案呢 碰到原住民族就变成个案 不是 我是说个案的部分 我们要谈个案 我在谈法律 我在谈法律 我在谈中华民国政府的法律 怎么会是个案呢 果然变成监察前了 变监察局了 上次话 杨芳 keinen 杨芳婷 杨树 我们会有建议 knight 投资你 让我学校 贵 要 接过 的 然后 另外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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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确保台湾 所有裁判 最后的那一根尺在那里 而这根尺现在是歪的 当然大家不服 每个人都觉得冤判 所以根据这个 是不是请教陈世凤教授 如果你担任监委 我看到你说你最有 你认为你可以发挥的地方 就在司法这一块 监察委员是可以自请调查的 你认为你最 第一件想要自请调查的案件 我现在还不是监委 也不一定会获得贵院的通过 所以我想我这样子讲 应该也不算泄密 宣泄 我最想调查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关于马英九前总统 他在这个案子 所谓的泄密案的一审跟二审的法官 他们的判决书里面 所显入出来的那一种 完全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的那个法律见解 我想要调查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判决到一个段落了 是可以进行监察 如果是判决中当你们就不行 那你第一个想要办的是这样的案件 你担不担心人家认为 你这个监察委员是绿色的 绿色的监委 然后办蓝不办绿 我想这个我主要的对象 并不是马总统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蓝营的政务官 我的对象是判马总统的案子 或者陈总统的案子的那些司法官 其实这一段我可以帮你讲 陈施孟教授在处理事情 大概是没有蓝绿的 对不同阵营包含民进党的针匾 其实你没有分颜色的 我倒期待有些案子 可以看出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蔡法官这边 你有没有特别 如果你担任监委 你第一件想要自请办的案子是什么 牵涉到各案我不便跟粉丝做报告 但是我想先去了解 为何曾经施法案件这么多 然后从中之中 我大概可以去了解哪些个案 是否再去追踪个案的人 所以你的集中点大概也是在司法这一块 对 那这个两位 两位先请回 我请赵永青 赵监察委员候选人 请赵永青先生 好 王伟员候 来 赵委员候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其他各位也可以帮忙想 因为监委常调查的案件 要么就是像刚才蔡崇玉被提名人说的 哇 陈勤几万件 社会不知道你在办什么 或者你们常要到地方政府去接受陈勤 一堆 然后还折成相关单位去办理 也就是很多的案件社会不见得重视 但是另外有一种 比方说过去的大巨蛋案 或者很多大型案件 是社会所关注矚目 结果因为监委里面规定要保密 社会完全 就是纳税人完全没办法得知 这个调查的过程跟内容 就这个监察院是属于政府的一环 就算独立行使职权 它还是政府的一环 所以有关相关的资料的透明性上 你有什么想法 比方一个重大受矚目的案件 调查中跟调查后 结果纳税人完全没办法了解 提高这些重大争议 或重大矚目案件的调查的透明度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当务之急 就是社会大众对监察院有这么多的批判 重点就是他没有接地气 就是没有跟民众对话 那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件 都是在做成报告之后 有开记者会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多疑点 就是说比如说在侦查的调查过程当中 到底有引发出来哪些相关的问题 我是不是请教 请教你或跟在场的四位 其他其他四位 就是说怎么样做到监察委员 调查案件的资讯透明 对 这一点我认为 无辜受害者的隐私 或者重大的机密的隐私 当然我们可以密而不宣 但对案件过程 社会瞩目 大家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贊不贊成 你们进到监察院里面之后 相关调查的资讯 在不违反个人隐私 在不侵犯公益 不影响国家安全的状况下 去推动监委调查案件的透明化 你们如果赞成的话 是不是举手让我知道一下 我认为一定要推动透明化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杨光一定要照进监察院 那就是让大家 杨芳林委员到前面来 所以我觉得 杨芳林女士 未来监委在投票过程当中 你有任何意见的表达 不管是你赞成或者是反对 都要赴那个理由 资讯透明有个重要 让大家了解 你赞成跟反对的理由 我们现在司法改革 其实也要求他的判决书 要写到让人民看得懂 不违反内容 不影响个人隐私 他就无辜的 我还把它揭露出来 没有意义 或者影响国家安全 或重大公益情形下 这个调查的脉络跟情况 让社会知道 监委今年办了几件案件 这件案件我上网 可以调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就不会怎样 有些同一个案件 被澄清二三十次 不一样的人 透明化有这样的好处 透明化也会增加信任度 透明化当然也会变成 监委工作的困难度 因为社会要检视你 到底有没有调查 还是仓促就把它截掉了 因为一个监委 如果自请调查 别的监委就不能办了 你们现在制度有这样的特色 那是不是 方令委员这边刚才 你是唯一没有举手的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啊 不是你 你要举手 报告委员 基本上的话 资讯公开本来就是政府 对人民负责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所以我是支持资讯公开的 可是任何原则都有一些例外 那所以在调查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因为自从修宪以后 这个依照大多数的学者的意见 那监察院它是属于一个准司法机关 那所以有一点点类似检察官 在侦查不公开的这样子一个基本原则 那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为了要保护被调查者的名誉 而且也不 也避免去受到一些其他不适当的干扰 那所以调查本身 我觉得还是用不公开的颜色是比较合适 可是如果在谈和 那谈和的意见 各个委员不论是赞成或者是反对 我认为都应该资讯公开 所以你大概把它分成调查中的 那已经进入到究举谈和这一块的时候 当然要公开以遭公信 大概调查中的案子 不公开大家还可以接受 你调查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让他知道 因为你调查中就公开的话 有时候你要收集资料也困难 所以在场的五位 是我们这次提名十一位 其中相当重要的五位 你们进到监察院能不能推动这个制度 针对你们监察院受理的案件 在某个状况下 比如说调查结束 要准备提起弹劾或纠举 等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至少要有一个 我刚才讲不影响个人隐私 不影响国家安全 不影响机密 不影响公益性的状况下 定出一个基本的原则后 把这个资讯公开透明 让纳税人都可以查核 你们愿意推动这事吗 是的 我看五位都点头 因为我们很期待这个事情 也希望各界来给我们指证 就是如何的公开透明化 如何的例行 利益充足和利原则 现在台上的两位 都当过这个 不管是行政职 或者是立法职 尤其这个方天主委 是法规会出身 要推动这个 你们要面对现在 还在里面的监委 18个吧 你们相对11个还是少数 你们要怎么去推动这个 因为很多案件怎么到那里就没了 你到底怎么办的 甚至于我还看过监委去请办 什么李登辉跟日本 什么血统关系 那种荒谬的事情 他如果有胆子 把报告写出来的话 纳税就知道哪个监委 因为监委没人监督啊 立法委员还有公督盟 监委还没有一个监督盟 希望各界还是可以给我们监督 比如说舆论媒体 这个都可以监督 所以你们进到监察院 我觉得我们如果提出改革的方案来 需要外界来共同给我们指证的话 我希望外界尤其舆论媒体 也可以发挥这个力量 所以赵委员我可以信任你们 一旦通过提名以后 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内 因为你们这一期的任期是两年半 这几个月内 我们可以看到你们提出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本身不是机密 那监委赞成的反对的也不是机密 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针对你们调查的案件 资讯的透明 不能透明的在哪里 可以透明的程序该如何处理 你们可以在近期内推动这个事情吗 是的可以 那我们会继续一直看下去 对好 你是不是先请回 我再回到陈师梦陈教授这边 陈师梦先生请 陈老师 是王委员 最后还有两分钟 你大概没有想到你有一天会当监察委员 是 我没有想到 那你对监委 现在是准备要进行 这两天要进行投票 通过资格 两年半后 这个监委就卸任了 你希望在两年半以后 你们这一任的监委 你能够完成哪些事情 大的目标 细节各样我们就不讲了 那就是 那其中之一就是 对于监察院的这个内规 我希望做一些变动 包括刚刚委员提到 就是要透明化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透明化的就是 这个监察委员的弹劾案的审查 审查的这个会议呢 他是采用不记名投票 那我认为这一点是已经不合时代了 所以是您的想法 这个监察会议应该是改采记名投票 每个监委对每一票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是 所以你们进去之后 光这个制度上的变革可能 你们就要同心协力去说服 也许他们也想改 只是一直没有被提起 就是要投票的时候要记名 然后相关的资讯要透明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监察权在进行的时候 到底适当跟不适当 那可是现在的 弹劾案需要监察委员两人以上提议 还要经过提案委员以外的 九个人以上審查决定 我才能做决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荒谬 基隆市长去关缩酒驾 没有过 黄世民这个不会过 然后通过的是 对人的不喜欢 或者 局限于意识形态的限制 所以当你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九个人要 另外的九位监委 他要做这个审查 而原提案的两位 反而不能够表达任何意见 我认为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制度 那宪法里面其实并不是讲说 九个委员要主动 老师我时间到了 我们期待你的表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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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委员 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 徐永明委员 联合询问 询问时间为四十分钟 要分开吗 还是联合啦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是不是请杨芳婉 被提名人 杨芳琳 被提名人 跟赵永卿被提名人 请杨芳婉 杨芳琳 赵永卿 三位 被提名人 三位好 我想今天年关将近 可以吗 OK 这个看了一新闻 觉得台湾真是充满人情味的社会 很多大咖 听说最近都要放出来 因为好过年 这里面当然有大家瞩目的啦 不论是我们这个收惠法官 胡锦斌 袁大董娘杜立庄 就说 我想被提名人 有两位是律师 资深的律师 那我想照被提名也是 资深的立委 你会不会觉得很荒谬 当我们在谈 司法应该公开透明 我们在谈法官应该超越蓝绿的时候 我们在谈政治案件的时候 我还发现有一块 是黑箱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 假释的决定 我想胡锦斌法官 他的贪污情节重大 结果 服刑还没认满 还没骑满 已经放出来了 过年前 所以我仔细去查了一下 发现 这个完全是由法务部矫正署 所属各监狱假释委员会来决定 那我看了这个法条里面 谈的是说 受徒刑之执行 而有圈毁实据者 我想请问三位 根据四个字 判十年可以五年就出来 判了四年了不满三年就可以出来 我们谈司法正义 我们在那边担心说 法官会不会不公正 可是后面有一个超级大法官 这个所谓 假释委员会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 御方人员在担任 这里面不罚所谓政治官说 政治压力 我想请问三位被提名 对这件事情 你们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制度有问题 我们在谈司法正义的时候 却开了一个大后门在这里 当我们听到有谁被判了十年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 他有办法五年就出来了 是不是可以请三位 对这个事情 讨论一下 这个在未来 你们进监察院的时候 这个制度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这完全是 行政人员就可以做决定 没有所谓司法人员 没有所谓公开透明 尤其最近这个所谓 贪污法官被放出来 或是杜立庄被放出来 会让人家觉得说 法院判决不重要 后面这个假释文会 怎么去影响它才重要 是不是可以请三位 发表一下看法 或是你们进了监察院以后 你们会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想是不是请两位资深的律师先开始 好的 我想这个是社会瞩目的案件 我觉得假释的规范 我们其实立法院可以来讨论 如果说认为有不当的地方 或者是要让它更严谨的来规范 包括它的公开透明化 我认为在法的层面都可以来处理 或者是从贵院 在监督行政部门 比如说行政院法务部 我认为都可以做到 我建议也可以开一个 我相信修法 让它完备 当然是立法院的责任 我想这个 但是我们听明这样提 可是 按照现行的 裁量权非常大 也不乏所谓 这样子社会没办法接受的案例 就偷偷的把人放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立即可行 其实监察院这边 怎么去好好看 他每次假释委员会 哪些成员参加 他的这个假释 这个对象 他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影响 是不是有怎样的 动作在进行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我们很期待 就是说 除了我们在谈这个 法院是偏蓝偏绿之外 有后面一块 这个矫正署 权力非常大 我们更不要提 到底陈水扁总统 可不可以去做什么事 全部他决定 这个我想政治上讨论很多 可是有更大一块 是社会 不分蓝绿都没办法接受是 这些大咖 可以回家过年 他可以不需要服完他的刑期 我觉得这不只是修法的问题而已 委员好 可以关心 这个部分假释 刑期服刑到什么阶段可以假释 这个部分呢 是法律有明定的 就是说他要 而且呢 他需要有一个 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他的一个原则是很抽象性的 就是说他有 圈毁实据 圈毁实据 就四个字了 对 就是说他在 监狱服刑的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有符合这个 监狱刑刑法的一个规定 然后他分级 然后来考察 说他是不是已经符合说他有 还回 他有这个 有 有改过的这个事情 谁来做这个决定 委员会 那这个部分 委员会里面 我们看了 典域长 教化科长 借务科长 当然他不要了解受刑人的状况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 他们的层级低 又是行政人员 他们受到政治力影响的机会 或上级影响的机会 反而更大 这个部分又牵涉到这个 假释委员会的参与人 的这个问题 什么人应该来参与 那我记得在之前在性侵犯犯罪的这个 这个受刑人的部分 他是不是可以假释 这个有碰到委员所拖到的一个 这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委员会本身 如果说按照法律所规定的说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 有改过的机会 或是他是不是出来还会 危害社会的这个部分 他们所做的判断 跟民间的这个期待不一样 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假释委员会 他的这个参与的人 做决定的人 他的资格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这个 律师我不要担心的是 搞不好不是这个委员会里面做决定 是上面做决定 这些都是我前面讲 都公务员 行政人员 谁对他的影响力最大 不是我们在立法院骂 也不是媒体的监督 他怎么去决定这个法官 或杜立庄 这个董娘怎么出来 有谁知道吗 有谁要求公开吗 更不要提什么三级三审 这个成员的这个什么决定 吴济明投票 二分之一通过就过了 我的意思说 开了这么大一个洞 立法院有责任 可是我也认为 各位三位 如果真的有机会 进入监察院以后 真的好好 把每个假设案拿出来看 符合社会期待吗 他决定过程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 请另外一位杨律师 对不起我不是律师 其实假设制度 不只是在台湾 在西方的民主法治国家都有 那假设的相关法规 对不起我个人还没有 进入到实际的了解 那可是如果按照假设相关的法律规定 那假设委员会的组成 是不是符合当初立法的立法目的 以及他们整个的 这个审理假设的这些的案件 是不是跟当初整个假设的立法目的 立法的条文等等之类都符合 这个的的确确是监察院 可以关心的一个通案 我想三位 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提出来 这个是长期以来 而且这个没有蓝绿 搞不好蓝绿都喜欢 就可以直接影响它 当我们看到头条判十年 可是可能最后五年就出来了 这个会伤害到人民 对整个司法 不只是司法 对整个政府的信任 那我想再问三位下一个问题 捕风捉舌 这个我在这边也是刚好 咨询我们行政院院长 賴院长的时候 就来提说 其实 我们的野生动物保育法 讲得很清楚 在中央的这个所谓 主管机关是行政院农委会 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 把这些工作全部丢给我们消防员弟兄 这明显违法 根本就不是消防员 消防法里面规范的工作内容 明显违法 行政院觉得无所谓 这是做功德 消防员弟兄把他承担下来 监察院明显违法是 这我还不是谈个案 法律这样规定 结果我们实际上行政作为是那样 三位觉得这要不要查 虽然现在说要慢慢把他移到 所谓农委会农政部门去 可是很多县市在抗拒 地方政府会觉得说太麻烦了 还是让这些消防员弟兄来做 请问三位 这要不要查 这个行政部门是不是在违法 好的 我们愿意去了解这个状况 因为 我本身也是长期做议销 我担任过九年的议销总队长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我们的消防的兄弟 是很辛劳 我想赵贝廷明应该很清楚 他们处理的火灾建树 远远不及于他们处理捕风捉舌 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做这个事 甚至还因为这样殉职 结果说没有这不是殉职 但是在人民的角度来看的话 也是需要有我们的行政单位的人员 我知道 我想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三位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只是简单问 法律规定 主管机关 是农委会 消防法里面也没有讲捕风捉舌这一块 可是现在几十年来就是他们在做 你觉得就算未来转移过程里面 一些地方政府或是中央也在抗拒 监察院不需要查吗 监察院不需要关心吗 我愿意来关心这个事 这个部分就是 法律民定的主管机关 跟执行的机关不同 这中间 长期以来这样做 有没有一个委托执行的这个过程 如果没有那确实是需要 当然没有委托执行 如果没有的话 连我们院长都说 用做功德这个方式来把它承担 我觉得这是 行政部门最令人不能接受的部分 强压下来 因为反正消防署 是更下面的单位 我行政权也可以压他 局长怎么看 消防局在这方面如果去做 法律没有规定 可是也没有禁止的事情 如果是出于服务人民的角度 我个人觉得是无可扣非 可是如果因此造成 警销人员的劳动权力受到损害的话 这个当然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我想警销人员声音非常清楚 我们消防人员是认为这个工作 他们应该做更专业 他们更急迫要做的事 体育改革 我想 我们世大运 台湾英雄 给大家一个很强的动力 觉得台湾体育应该要改革 立法院 国体法也休了 就现在出现状况是 很多人来投诉 说我们的署长啊 带头 到处去瞧 各位有看到很多金控老板都说 以后要当协会的会长 本来是一群财狼虎豹 想说透过体育改革把他们赶走 就现在进来是恐龙籍的 不是什么富邦 就是中信大型金控 说协会的 这个理事长都已经瞧好了 甚至还有员工爆料说 台湾人寿这边 说公司已经要他们填什么 填路会申请书 台湾人寿主管要求员工签署 同意代理授权书 如果是民间自己在那边 舞弊 这个 查 可是如果是署长带头 甚至还承诺说 你当理事长 你当理事 各位可以看到 人头会员增加局局 请问监察院要不要查这个事 三位觉得这个有没有问题 一个好好改革 立法院也想尽办法配合 超越党派 通过以后 署长这样二搞 这个事我当然觉得值得调查 但是我们也真的希望说 从立法院的角度的话 也可以专案来开一个会议 来检讨这个事项 跟贝提名报告 我们三个委员 还冲到体育署 署长室 署长室 署长跑掉 你知道我们不能约谈署长 我想贝提名要很清楚 顶多开个协调会 爱来不来 监委 可以把署长叫来问 监委有调查权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问了这三个案子 都是希望 你们真的好好从这个角度说 因为立法院尽了他的力 可是我们很多一块的权力 调查权 听证权 其实都切到监察院里面去 很无奈 所以 被提名人一直想说 立法院可以怎样怎样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监委有调查权 尤其对行政不法这一块 是可以去做 这三个事情我真的很诚恳的呼吁 三位被提名人 是不是能真的好好办 委员 如果谈到个案的部分 我必须要承明 这个监察院的自立规则 我们不能对个案 宣议定立场 但是呢 这个现象已经这样了 我们要求说 他一定有罪 可是能不能去了解 去谈一下 去关心一下 可以吗 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 我们就通话来讲 这里面委员所提到的是 他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然后他是不是 已经失了身份 就是他应该是一个中立 而确实他 利用他的职权去介入 这确实是有 有值得检查的地方 杨律师我要的就是说 这个现象在体育界 已经沸沸腾腾了 立法院也做了 法律上的改革 结果交到署长手上 弄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报道讲得很清楚 子民代姓的是 哪个人寿公司的总经理 要求大家填这个代理书 请问 这个事情 体育署如果不办他 他是不是失职 体育署如果直接操作 分配职位 那他除了失职还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是不是请杨局长 刚才委员前面提到 几个案子的话 是比较是通案 那这个案子的话 的的确却针对署长 他是比较涉及到 个案的问题 就像刚才 杨律师所说的 监察院的确 他是定有一个 委员自立的规范 我在跟你说明 署长不是一个人 在那边key in 资料 署长不是一个人 自己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 署长是在体育署里面 开一间会议室 公开在操作这个事情 我要你们去看的 不是署长而已 是整个体育署 是不是变成共犯结构 今天为什么 这些金控老板已经出来说 放球协会是我的 这边网球给你 那边篮球是谁的 这个媒体都有报导 署长没有出来澄清 就我们监委这边会觉得说 这个是个案 这不是个案 我三个案子 全部都是跟我们现有制度里面 行政部门的执行 有关系 过年前把大咖全部放出来 是怎样利多啊 是什么利多 是给人民的利多吗 他们是什么心态 体恤这些人回家过年 想请问 这些假释委员会里面的行政官员 他有没有受到上面的压力 有没有政治人物去跟他讲 这些都是中下层的官员 他们会不会容易受到压力 这个部分我们想请监委看 法律民无规定 这是农委会的事 是农政机关的事 我们院长一句话 功德 所以三位被提名人 我们讲 监察委员的独立性 封骨 能不能打大老虎 我不是要你去办什么 作奸犯科的案子 我要办的是很明显 就是行政违法 行政不法 甚至有利用职权去图立某些人 比如说我们讲体育改革这一块 前面讲的 本来认为这些协会被财狼虎报盘踞 体育改革 所以现在来的是恐龙级 财团 员工全部填入会申请书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数急剧增加 是因为突然 民众这时候 那几天 对于这个参与体育协会有感受吗 不是啊 这是人头啊 就署长做事 委员去查 委员去问质疑 没有用 所以我这边真的请三位被提名人 要想 你们权力真的很大 我们立法院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们认为说 把行政权 把调查权 把 这个听证这边切出去 幸福案也查不出来啊 没有调查报告 就急着把会 其实 结束掉 那更不要提更早的照封案 这些 其实真的是有赖 我这边讲 真的是 很无力啊 可是也真的是有赖各位 监察委员被提名了 如果你们进了监察院以后 好好叫来 尽管会主委 我来问 到底有没有懲处 我们在骂 五分钟他就下台了 你们可以做调查 我前面提这三个案子 真的是很诚恳的 希望 这个三位被提名了 真的好好 严肃的看待他 我知道 三位也有提我们的这个问卷这一块 我这边也很感谢 不过 赵委员跟杨局长这边 关于第十一题 三二四这一件 其实回答的相当含糊 我是不是可以 最后 是不是可以请两位 因为三二四 我不认为他是个案 他是全台湾矚目的大案 但学生 公民 在法院被起诉的 被怎样的 现在还在进行 结果打人的 现在一点事情都没有 结果两位回答说 没有 这个事情 杨局长是说 尚未得知有明确明证前 个人无从支持 赵委员说 关心社会矚目 可是审慎行使之权 常请问 两位是不是可以再补充一下 好的 我想关于 本案 我们 如果有机会 进入到监察院 我们会秉于职责 那么 尤其是 这么多立法委员 这么关心这个案件 我们会特别来了解 是否要进一步进行调查 我们会来按照了解的状况来办理 所以我们一定会关心这个事情 谢谢 那局长这边呢 据我的印象 当初在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有做过检讨 可是因为那个不是法务局的业务范围 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检讨以后的结论是怎么样 局长 所以我才 据我所知的就回答 局长 你之后可能就是监委了 是 我真的很希望 从保护人权 这个 揭发这个国家 扩权或是 限制人民权利这一块出发 324绝对是重要的事件 他不是个案 我想台湾人民都在看 好 谢谢 谢谢三位 被提名人 今天 来这边 接受 统一权行使的询问 我想三位在公共事务上 不管是在政治界 学界 还是法界 都是我的前辈 那不过因为今天 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应该有我的职责 就是要认真的审查 所以接下来的提问 还请三位 如果有得罪之处 还请见谅 这一届的监委 两年半的任期 对如何整顿腐败的司法 有非常沉重的责任 过去 最高法院的法官 帮他的儿子 帮他朋友的儿子官说 结果被判没有罪 一个 请托的法官 一个 受托的法官 来请问三位被提名人 法官介入个案的官说 应该要受到什么样子的惩戒处分 请赵委员 免职 撤职 休职 降职 罚款还是申戒 对 我觉得这个要查有实据的话 有实据 应该要免职 免职 来 杨律师 这个部分 对不起 因为这个是个案的部分 这已经确定了啦 那已经要 现在我在问的就是你心中的那把尺嘛 这个已经确定了 这不是现在进行事 因为我对这个判决的部分 没有特别的去研究 来 请杨教授 对不起 这个个案我也还 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就直接跟各位讲啦 如果你们现在进去 是要扫除那些司法的败类的话 我们过去的监察院 过去的公審会 在哪一些荒谬的案子 做了哪一些荒谬的决定 不需要了解吗 这个就是已经确定的案子 我跟三位前辈报告 结果呢 法官介入个案的官说 结果被判没有罪 我们的工程会做了什么决定 肖养归休职六个月 高明哲降二级改叙 这个结果大家可以接受吗 三位被提名人现在没有答案 我跟各位报告 包括我在内 包括法界在内 包括社会舆论界在内 没有人可以接受 当初司法院的大院长 为了这个案子 羞愧的不得了 结果最后怎么样 用非正式的管道 叫他们两个自己走了啦 不要继续在这边丢人现眼 为什么 这种腐败的法官 不应该只是给他休职 不应该只是给他降薪 我们整个社会 我们整个国家 为了要去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多少法律人 多少法官 牺牲了他们的岁月 牺牲他们的健康 结果就是有这种败类 让台湾的司法公信力倒地 这种人不严惩 这种人还姑息 让他待在司法界里面 台湾的司法要谈什么改革 立法院过一百条法案都没有用啊 只要有这种垃圾 继续被姑息在里面 台湾的司法公信力要如何提升 我知道 各位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你可以弹劾 弹劾完了以后 现在是交由职务法庭 但是我必须要跟三位报告 如果我们今天的职务法庭 还是做这种决定出来的话 我们当初在修法官法 就是在骗人的 具体制度上面 我请教各位 职务法庭引入人民参与审判 贊不贊成 贊成 杨教授 贊成 杨律师 贊成 贊成 三位都贊成嘛 现在的职务法庭就是官官相互 当初在修法官法的时候 我的诉求 非常的清楚 当初我还是学者 你要搞人民参与审判 你要让法律最后的决定符合人民的感情 完真的 什么完真的 职务法庭里面引入人民 不要让这些人在官官相互 搞休职 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 我再跟各位报告 胡锦斌 这个烂法官 这个垃圾 我今天敢在国会里面这样骂他 我负全责 我放弃言论免责权 这个烂法官 这个垃圾 当初 放高利贷 结果官官相互 休职三年 休职三年以后 2010年回到法院了以后 开始不得了了 收三亿 养三个老婆 让整个司法公信力倒地 让所有台湾的职业法官 连面无光 这种烂人 结果呢 第一个案子 被判了四年六个月 前两天 假释出狱 剛剛各位都说 这是制度的问题 这个假释委员会的组成 他们的决定要更公开透明 我现在先不讲啦 未来假释的决定 要不要改成法官审查 有很多刑法的学者 都认为要改成法官审查 我先不讲那一块 我先讲实质的要件 請问 这位先生 有圈毁十句吗 他有圈毁十句吗 可以把他就这样放出来吗 那些假释委员会的委员 我今天公开要求 面对台湾社会 负责到底 面对台湾社会 负责到底 有哪一个政治人物 帮他们官说 大胆讲出来 否则台湾的司法 怎么爬得起来 他有圈毁十句吗 来我请教三位 胡锦斌 在去年 针对自己被免职的处分 还向职务法庭提起诉讼 说前面对他的免职是错的 说 虽然 财产来源不明的部分 已经判决确定 他已经申请在审 还有无罪的可能性 这个算有圈毁十句吗 来请赵委员 我觉得这个很显然 不承认自己的犯行 很显然并没有 俊毁十句 好来 杨律师 你不要跟我说啦 说他坐牢的时候乖乖的 这个就叫做圈毁十句 对于自己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没有承认的勇气 还继续再拗哦 这样叫有圈毁十句吗 来请杨律师 这个一般的这个审查都认为说 他在坐牢的时候已经遵守规定 这叫做这个部分 不对 对 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委员你现在做的 就是说 这个部分 不认罪 对 这个部分不认罪 是不是已经 对他所做的 来表明你的法律见解 所以这个部分牵涉到的是这个问题 对 没错 请你表明你的法律见解 我白纸黑字哦 我黄国昌讲话 我 我从来不随便乱喷口水的 对这个部分就牵涉到他 他有权利 他行使 是他的权利 但是呢 就我们一般人来讲 就是说 已经罪行这么明确了 你还 你还 还要去争 还要去争的部分 确实是在观感上 跟在 在 在委员你刚刚说的这个部分 来三位 我现在 我现在 当场跟三位检举一件事情 这个法官 他在假释以前 他在哪里服刑 各位知道吗 他在巴德外溢间 他在巴德的外溢间 依照我们的外溢间条例 要有圈毁十句的人 才可以去过那么爽的日子 他有圈毁十句吗 三位监委 能不能够承诺我一件事情 去清查 是不是所有 有关系有背景的人 都可以去巴德外溢间 我 我现在自己开始清查了 我清查到一些案子 我发现 很荒谬的现象是 贪污的 会选的 有权有势的那些人 政治人物 法官 不管有没有认错 通通都去外溢间了 享受一般的受刑人 没有的宽点 可以这样干吗 可以这样做吗 你要社会上面 对于所谓刑罚的正义 要从什么角度来加以理解 有权有势的人 犯了法 凹了半天 先去外溢间 凉凉过日子 然后有人帮他们关缩 出来就假释了 台湾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样要如何延续 这件事情监委不必扮演角色吗 來 监察委员可不可以关缩司法案件 请三位 不行 不行 法官可不可以关缩司法案件 请三位 不行 法官可不可以关缩司法案件 不行 来请蔡法官上来 請 三位可以请回 谢谢 会员好 黄老师 很久之前我是有听过这一则 我去问过 跟我共识过的法官 也告诉我 绝对不可能 会不会是二十年前 我们都是业务检查的时候 跟人家过客 来 你讲的更具体一点 因为 跟我投诉的法官 他愿意拒名 他愿意拒名 而且他邀请你去告他 他邀请你去告他 他愿意拒名讲这件事情 他邀请你去告他 在司法程序当中 把这件事情查明白 我现在给您机会说明 我绝对不会去做官说 唯一的一点 唯一的一点 所以那个法官 如果今天 他公开拒名 说你曾经 关缩过司法案件 你还说谎 你会不会告他 我不会告他 你不会告他 你不愿意跟他在司法程序里面 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吗 我不知道哪一个具体的个案 没关系啊 到时候他拒名的时候 他就会把具体的个案给讲出来 如果具体个案说的是官说 杨母法官 请您 谁谁 蔡法官 请您稍微等一下 现在我在行使同意权的过程当中 抱歉 我今天会问这个问题 我从司法的基层 问到司法的高层 有很多人 对于你这一次被提名监察委员 我必须要老实说 我跟您报告 在法官界里面 非常不以为难 他们认为 上一次 有人推荐你 马英九就挡下来了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封评 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这一次 您又获监察委员的提名 您针对 这些法官的同僚 对于你所提出来的这些指教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我跟委员做报告 上个月 中研院有对法官做全面评和 法律人部分 我是97.7 person即家的评价 那么当然我不否认在20年前 我是奉派到地院 去做业务事导 我是每个月就云家南各区的 那在那段时间 会不会因为在司法行政跟司法独立之中 有所情歌 比如说案子都不办 那么我们都会跟行政单位反映 说这样要去办 所以案子不能都不办 反映的单位一定是行政单位 一定不会对个别的法官 对具体案件做任何的关说 绝对没有 OK 好 对于这一次胡锦斌 被假释放出来了这件事情 如果你在假释委员会里面 你会不会同意 绝对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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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会同意 胡锦斌法官跟我同事过 我是身为司法的议员 我能表示我很难过 今天司法恭喜你这么不张 就是有这种法官 我能讲对社会很抱歉 第二个问题 未来 针对假释的这个大黑箱 你愿不愿意在这边承诺 你一定彻查到底 哪一些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 帮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官说 作为一个监察委员 你绝对彻查到底 建长委员当然应该形成的制权 绝对敢打老虎 绝对责无盘贷 好 下一个问题 金管会主委 可以帮业者喬贷款吗 曾华老师报告 对个案 如果我有些想去查的话 没有关系啊 现在我问的是个抽象的问题嘛 一个金管会主委 能不能够帮业者去敲贷款 不行嘛 如果他做了这个事情怎么办 来请杨律师、杨教授 两位再上来 请杨芳婉女士 杨芳婉女士 先请杨教授 其实杨老师在经济刑法 可以说是学有专精啊 您在德国的博士论文 大概也是在处理这一块的问题 我相信 对我国金融秩序的败坏 有权有势的人 拿着印章 去抢银行 这种行为啊 在我的眼里看来 比当初李思科持枪去抢夺银行 还要可恶一百倍 但是这些人呢 重庆富列雷劍的案子 大辣辣的 找来乔贷款 后来呢 没有钱 找金管会主委 把我们公股行库的董事长找来 变更贷款条件 还退了5.5亿的担保给他 我知道个案 杨教授跟杨律师 都非常紧手分寸 不会对个案表示意见 但是我现在问的是一个抽象的法律问题 一个金管会主委 可以找业者来他办公室 找银行来他办公室 做下来帮他喬贷款吗 请问杨教授 我个人是博士论文的确是在研究经济犯罪 所以我对于金融犯罪 或者所谓智慧型的犯罪 白领犯罪的感受 其实跟委员是完全一样 所以他可以做这个事吗 当然不可以 还请杨律师 委员你说他不是协调 如果是你用乔这个字的话 那确实是 你的意思是说 你心里的那把尺 金管会主委 可以帮忙协调贷款 杨律师你的看法是这样吗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给您机会说清楚 不要误会喔 不要造成社会上的误会喔 不是说他可以协调 而是说如果他在 他在这个行使他的这个 这个主管的职权 超越他的分寸 而去瞧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是不适当的 我这样讲好了啦 这个国家 違法滥权的案件 累积了很多 我对各位都有很高的期待 我希望你们当上监委的时候 不要辜负 这次被提名 还有本月同意权的行使 两年半的时间很快 谢谢 谢谢 接着请王玉敏委员 询问 询问时间为15分钟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 陈士孟先生 请陈士孟先生 请陈士孟先生 请教一下陈士孟先生被提名人 本席看了你今天提供的口头说明 事实上你第一点 你就直指说 这次的斯改国事会议 你认为它是 这个成效不彰的反应不佳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说呢 你这样是不是公然打脸 蔡英文总统 你知道斯改国事会议是他来主导 由总统府来主持的 你为什么这么不认同 斯改国事会议的成果呢 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说 会不会打脸谁 那你是否定他的会议成效 对不对 你认为耗费这么多的人员 然后这样子大阵仗的召开 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你认为最终他的成果是无效的 是这样子吗 大致上是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里面提到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斯改国事会议 完全不检讨个案 第二个是完全没有退场机制的这个政策 好 本席就要请教你 我看你的书面资料 你说不谈个案 必谈人的因素 你认为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应该要讨论哪些个案哪些人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扁案 扁案嘛 所以你是关注陈水扁前总统的案子 你认为他是遭受到司法的迫害 司法不公 是吗 是 那本席其实让你看一张图片 这个是司法上的判决 我们可以看到 陈水扁前总统在几项 现在目前已经有四个 都已经是定验的案子 那本席可不可以就叫你 这四个案子当中你认为 哪一个案子是受到司法的迫害 事实上我曾经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你可不可以直接本席 现在请教你这四个案子 哪一个案子你认为是遭到司法的迫害 它并没有涉及到贪污 而是法院的误判 还是四个案子都是 四个案子都是 都有程序上的不正义 都有程序上的不正义 但是陈水扁前总统有没有贪污呢 如果说依照正常的程序 用正常的法律见解来判的话 应该是没有 你说按照正常的程序的话 陈水扁前总统这四个案子 都不构成贪污 好 这个以上是您个人的一个说法 但是您这样的一个说法 跟一般民众的认知跟见解 其实相去蛮远的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一般民众怎么想 那个不是我能考虑的 所以你就是非常 执着在你自己的见解跟看法 你认为陈水扁前总统就是无罪的 他今天就是遭到司法上的迫害 我也不是依照我个人的见解 因为我不是学法律 我是有很多的法律界的朋友 他们给我的指教 很多法律界的朋友给你的指教 形成了你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 那接下来呢 本席要请教你的 就是说你在你今天的口头说明里面 你说你担任监察委员之后 你其实不打苍蝇 你要三分打老虎 七分是要打恐龙 你口中的老虎跟恐龙所指的对象又是谁 这个老虎 这个老虎是延续以往 陶白川先生等等很多监察委员的前辈 他们说不打苍蝇 只打老虎 意思是不找基层公务员的麻烦 而主要是要把精神放在政务官 或者说高阶的行政主管身上 好 那七分要打的是恐龙 你的恐龙指的又是谁 恐龙当然就是 我用的是一般所谓的司法恐龙 是指法官还是检察官还是 法官跟检察官 都是你要花七分力气想要去 这个揪出来的对象 是 好 那本席要请教你 你曾经担任过陈水扁前总统的 这个总统府秘书长 对不对 当你在担任秘书长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你好像曾经说过 监察院应该要废除 是不是 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但现在你被提名之后 你又觉得说 这个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五权宪法很好 它的确有它的功能存在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因为本席看到你的说法 你有说 因为现在你发现司法里面 有所谓的党国余孽 藏身在司法当中 你认为这个党国余孽 藏身多久了 从过去以来一直都存在 还是从什么时候党国余孽 在这个司法当中 事实上过去一定就存在了 就是在当初两奖执政的时候 这个党国余孽 你说从过去就一直存在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担任这个秘书长的时候 既然他都存在 然后你那时候会主张三权分立呢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你是说 这一些党国余孽要清除完毕之后 才能回到三权分立嘛 对不对 但是在你担任陈水扁总统的秘书长的时候 那时候党国余孽也还在啊 为什么你那时候不用清除完毕 你就主张三权分立呢 我发现你这个逻辑是有互相矛盾之处 没有 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我成长 所以你改变了你过去的看法 让我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让我知道过去我误解了孙文的 武权的意义 所以你现在是认同了这个孙中山先生 他所倡议的武权分立这样的宪政架构了 你完全认同了 我并不完全认同武权 我认同的是侍权 也就是说除了考侍权 我认为始终是应该要废掉 但是监察权我认为是可以暂时保留 你这个观念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等到你要被提名之后 你才觉得说 因为你要担任这个位置了 所以它的重要性你终于看清楚了 还是什么时候你这个观念开始转变 还是你一直认为说 陈水扁前总统 因为他是遭到司法的迫害 唯有现在透过监察院里面的 这一些纠举或纠正的权利 才有可能监督到司法机关 到底是哪一个关键因素 让你产生了观念上的转变 说起来可能委员不会相信 不过这个 我的转变主要是来自洪秀柱 洪女士 洪秀柱女士 对 我在当总统府秘书长的时候 有一次到立法院去背询 到贵院来 那当时有一个事情是红女士提出来咨询我 就是总统府所聘的国策顾问 金美玲金女士 她说她看到中国国民党的 她看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她就会想到中国国民党的党旗 她说她会反胃 那洪女士非常的不高兴 就把我叫上去问 这种的人怎么可以当国策顾问 因为国策顾问是总统府所聘 那我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我当时给她的回答是说 这个金女士过去一直热爱这个国家 台湾这个国家 那国旗只是代表国家 并不等同于国家 所以对于国旗 她有她主观的感受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尊重 那这个答案呢 可能洪女士 那这个案子呢 那这个案子呢 拖了大概两三年 那最后监察委员 黄勤正委员 他给我的答案 他给我的书面的这个结果是说 这个 这个 我的讲法有失这个总统府的身份啊等等 要我回家深自反省 那这个事情 等到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 有提到监察院的这个 就是再重新 就是如果蔡英文总统的执政的话 那监察委员是不是要重新提名的事情 那我看到了之后 我就突然想起我自己曾经被监察院 这个 要我回家深自反省这个事 我就想监察 监察委员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 说可以要求一个政务官 或者要求一个政府高官 回家去深自反省 那我就把监察法拿出来 找出来念 把宪法95 95条一直到99条 我都拿出来再重新一看 一看了之后 我突然发现 监察权的行使对象 在宪法里面 在监察法里面 明确的指出 这个考试院的人员 或者司法院的人员 都是行使的对象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台湾 这个对于阿扁的总统的这些案子 还有对于郭瑶奇案 对于很多民进党的这个政务官 二三十位的案子 都是司法不公的一种情况 都是司法受到党国余孽操纵的一种情况 那我想监察权正好就是司法权的一个克星 好 所以你是认为监察权是司法权的克星 所以你现在认可了这个监察权 因为你希望帮阿扁平反 我想之前你的说法里面 你指指两个人 一个是陈水扁前总统 一个是郭瑶奇女士 你都认为他们是遭到迫害的 所以你担上监委之后 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调查的案件是什么案件 刚刚我已经回答另外一位委员的这个提问 虽然 就是陈水扁前总统的案件嘛 对不对 那你要去办什么 本席非常好奇 就是说刚刚我列给这个陈先生您看的 这四件案件都已经是这个定验的案件 那你的所谓的不公 作为一个监委 你要怎么样去改变 或者是去介入 这样子已经是定验的案子呢 你要有证据啊 你要有所本啊 不能凭只是自己的意志跟想象 说这就是司法迫害 所以你就要调查 我想监察委员的直选行使 还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则来 当然 这个我所要做的 只是让社会大众 能够有一个公正的评断 就是这些判阿扁有罪的这些法官 或者当初的特征组的这些检察官 到底他们是不是以中立的立场 在办这些案子 还是他们本来就有办律不办蓝的 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陈先生我认为你应该修正你的说法 因为你之前的说法呢 已经直指扣上他们的帽子 说他们就是办律不办蓝 但你刚刚的说法是说你要了解 才能知道说他是不是有这样的立场 我觉得两个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基本上我们现在 我们整个国内 我们今天在行使这个监察委员的提名权 大家认为监察委员应该是要非常公正的 你不可以就是对于特定的案件已经先入为主 先射箭再画法 如果是这样子所进行的调查 就像你刚刚讲的 程序如果有不正义的话 你立场有偏颇 你调查出来的结果 没有办法服众 反而可能对这个社会来讲 没有任何平反的效果 反而会增添这个社会 可能更大的一个争议跟冲突 我希望这件事情呢 这个陈诗孟先生你可以自己在好好的思考 你自己的立场上面 是不是有秉持一个公正客观的态度 来行使你的监察委员的职权 好 先请回 接下来我要请教其他四位的这个监察委员的提名人 麻烦请上台 请我们另外四位被提名人 请大家加快脚步 因为这个时间剩不多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前几天我听到独派的团体 他呼吁说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陈诗孟们进到监察院 请教四位监委 你们是不是陈诗孟们 是陈诗孟们请举手 好 大家没有举手 所以大家是要做自己嘛 那刚刚其实像陈诗孟委员他所提到的 这提名人所提到的 他已经对特定的案件 他有特定的立场 请问你们会在未来行使之前的时候 针对陈水扁前总统的案件 你会主动要申请调查的请举手 要平凡的请举手 也没有 我想在这边 我要这个刚刚我记得是杨芳林委员 您最后在口头报告的时候 你提到了这个陈百川先生 他是大家非常敬重的监委 那他提到的五项的风格标准 这五项风格标准 我最后请教几位监委 你们会恪守这五项风格标准的请举手 好有三位 好四位 这是本席的期许喔 今天 今天 先打 今天 先打 谢谢王委员 谢谢王委员 接着请蔡培慧委员询问 寻答时间为二十分钟 谢谢主席 那有请杨芳婉 律师 请杨芳婉女士 是 杨律师您好 我知道您过去也担任过立法委员 那同时在您不管是律师的职业 或者是长期的社会关注 都关注到性别平等 特别是在立委的期间呢 也针对这个就是 这个姓氏 是不是应该要重复姓或重母姓 您在这里也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正的建议 那现在呢 我相信非常多的这个家庭呢 他们在孩子们 未来的这个从性上面 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讨论跟规范 当然不止这样 我相信对于一些性暴力 或者是不平等 或者是财产继承 这些种种的去寻求性别平等的制度化进展 我相信您都非常的投入 那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起步 但是呢在长期的观察呢 我也发觉呢 确实还有一些仍然需要在努力的方向 比如说乡村妇女 因为即使我们有财产继承权 但是呢任何一个财产继承 特别是土地继承 能不能够是均值的来平均 这是非常不可能的 比如说我曾经 在我们农村地区 跟一些妈妈们讨论 我说在法律上 我们应该是平均继承的 可是为什么非常多的女性 会放弃继承权 因为他们跟我们讲说 过去的这个民俗文化里头呢 曾经有讲说 你如果有拿到家里的土地还是财产 要不要回路 我相信这个您也都听过了 那我要说的 并不是您在监察院要去执行立法 而是在既有的这种平权之下 我们怎么样去促成更好的平等 不管是怎么样去把那个 女性的这个生命经验给展示出来 特别是我们这几年在乡村的女性呢 往往呢 并不只是生活在农村的女性 我相信新移民的女性 是这几年非常大的这个人口的移动 而且最近有九成的国籍规划呢 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女性 这摊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展 因为我在南投 我看到我们非常多的新移民女性 她也担负起农村这个重建的劳动力 以及家庭维护的扶持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管是我们内政部 她所这个在身份认定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有国际法啦 或者是两岸关系条例 这跟陆委会有关啦 或者是执行的单位移民署 他们过去比较是一个警察机关的管理 可是她既然是移民署 她应该是一个服务跟辅助的系统 所以我很想要了解 就是在既有的法规上 可以来对等的平等的执行了 可是在执行的具体上 却仍然对我们来自新移民的女性 仍然有一些没有清楚的规范 特别是对她们可能这个 家庭暴力的忽略啦 或者是针对新移民女性 在法律跟语言资源上的推进 比如说同意 比如说前几天我在我们南投 听到一个这个很血淋淋的案例 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移民女性她会开车 她就得到一个委托 就是说你呢 帮我到嘉义呢 去载一些东西回来 然后她到嘉义的时候呢 是两个移民工 帮她把木头搬上那个车 结果她开出去不到五十公尺 我大概五分钟吧 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换句话说 对这个移民女性来讲 她会开车啊 她有驾照啊 可是她并不知道这里头牵涉到是 这个林木的恶意的贩售 那她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法律 可是法规已经有了啊 那她要去了解的这里头有很大的界限 看起来我们的移民署或我们的内政部 显然有所缺漏 你觉得你该怎么办 委员你好 这个部分 其实我长期在担任性别平等的事情 在我的口头说明里也有提到 我很幸运可以见证台湾 推动性别主流化的这个过程 那我记得我曾经担任过这个原文会的这个性别小组的委员 当时呢 有同仁就告诉我一件事情 委员刚刚现在所提到的 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我们新住民 其实都面临到一个双重的一个歧视的问题 就是说她在族群上面 她就有一些 双重歧视的这个部分 所以有时候在法令上面 虽然已经揭示平等的原则的部分 但是在执行面上面 可能也会面临到 刚刚您所说的 您所看到的一些个案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台湾已经签署了 这个国际人权公约 其中像SIDO的第14条里面 就是有特别注意到 农村妇女 农村妇女的经济权 或者是劳动权的这个部分 那委员所说到的 确实是这个问题 所以您的监委的职能 有哪些具体的进展 可以来改善呢 因为法律也有了 可是执行面显然没有到 那您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法令宣导 或者是法律辅助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确实是在 乡村地区是应该要揭强的 我觉得我们有法律辅助是好事 可是法律辅助 往往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来找法府中心 可是我觉得我们来 遍及在台湾偏乡地区的 不管是新住民 原住民农村 或者是所有的女性 她很可能在法律层面上的 意识 并没有来促进 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度上 做了进展 可是在扩及这些 女性上面 她们并没有得到相对的 这个理解或回应 或者是政府 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做 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 您在监察委员 要去关注行政职能 能不能落实的一个重点 是的 我同意委员您的说法 就是在法令 虽然看起来平等 但是在执行面上面 还不足的部分 那在监察委员的这个职能上面 对行政机关在执行的工作 跟她的措施上面有不足 或者是有失职的地方 是可以提出纠正的这个 可以提醒她们注意改善 是 那既然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新移民原住民 或者是农村妇女 那我们也当然都知道 过去台湾在推动同工同酬 这个有所进展 从2005年的差距19.8 到2015年的差距14.5 看起来是有所进展 可是差距仍然存在 或者是说 我们在这个财产上 或者是公共参与上 我们都希望说 在这个公共参与的女性的投入 因为我相信女性的投入 她其实她观察的点 以及她的经验 能够有助于公共事务的拓展 那这一方面都是有所缺漏的 特别是在我们农村地区 好比说我们的农会的总干事 仍然是以男性居多 这件事情呢 我绝对不是说该怎么做 而是这件事情就是要去做 要去做的原因呢 如何去推动 这不只是行政层面 或者是立法委员的这个职能的拓展 我相信在监察委员也可以去评估 我直接讲 我认为你应该去评估 我们所有的性评方案 去思考法律已经有制定 但是执行层面没有落实的缺口 我相信那个缺口 您的了解应该也是非常多的 是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给女性创业 可是我们能不能够给女性 有足够的能力去创业 这应该要有训练啊 要有支持啊 那在农委会呢 我们就忽略了 她过去在农民学院可能是以男性为主 虽然现在有一些女性的课程 或者是她过去在农业推广的预算里头 针对妇女的预算就不名列 你大可以去看过去几十年 农委会的预算的变化 那当然这个部分 就我的咨询 我会去执行 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 在您的监委的职能上面 您也应该要去看到 法律跟执行层面的落差 特别是 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来希望女性要自主 经济实力必须是一个必要的基础 那你觉得在这一个方面 您可以来多做一些什么事呢 这个部分我想在农 我们农委会在对于农村妇女的这一块 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这个我同意委员您的看法 那因为农委会曾经在 推动性别主流化过程当中早期 他认为他们 这应该不是他们的事情 我想就是说 从最开始的时候 这几年来 当然他们也有加入性别主流 推动的这个大家族里面 那至于就是说 委员您所关心的 这个农委会这边 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或目前他做的方式 改善的部分 那确实是值得去关注 而且如果做的不足的部分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 或特别的暂行的措施 能够及早的弥补这个不足 那确实是 我想我也很有兴趣 这个部分可以来关注 好 我相信我关注的不是只有农村妇女 从刚刚的这个新移民内政部 然后到农村妇女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长造系统 我觉得种种的这种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双新家庭比较多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协助这种家务化 比如说我觉得您可以来观察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针对少子化 所以各地方政府都有很多的支持 可是我们中央政府 为什么不来把这整个层面拉齐统一 而不是因为县市政府的财务的差距 而有不同的这个支持的体系呢 所以当然时间的关系 我并没有要你来针对逐一的来推动 可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我意识到我们现在的立法跟执行之间 区中间却是有缺口跟落差 那我相信关于性别平等 或者是妇女工作这个部分 就要有赖您将来在监察委员的时候 能够来强化这一方面的这个 监合跟这个如果不当事物的纠正这样子 好 我们先谢谢杨芳婉 杨律师 那接下来要请这个赵永青 赵委员 请赵永青先生 好 蔡委员好 我特别要邀请您的原因是因为呢 1997年我相信那个时候您也在立法院 当时呢立法院有永续问证会 那当时呢也是京都议定书来签订的时候 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是京都议定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 对台湾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当时呢我相信在永续问证会 以及非常多这个助理的讨论里头 也曾经有提议说 台湾是不是应该来参着这个京都议定书 来做台湾碳排放的这个限制 但是当时多数的立委认为就是环保是长久的事 所以就忽略了这个立法 但是在这个忽略当中呢 就产生了台湾直接受到极端气候冲击 我相信极端气候造成的影响 并不是只有台湾的碳排放 而是全世界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针对这个做出限制 比如说我们的莫拉克台风 莫拉克台风把台湾一年要下的雨 集中三天下在南台湾 就造成了我们的高雄 我们的屏东 我们的台东 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那这件事情当然不只发生在台湾 不只是泰国的淹水 或者是欧洲地区 或者是美国 我相信这件事情意识到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问题 不立法 那这个时候你会说 那这不就是你立法院的事吗 但是我要再讲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的原因就是 我们最近意识到台湾在921的时候 针对我们的国有林地 我们怕误用或滥用 所以希望国有林地能够回归国有 那这个是制定了相关的规范 而且如果今天的农民 愿意把这个国有林地收归为国有的话 我政府一样会给予相当程度的回馈 所以我去调查了啊 现在有8886公顷来申请 整个的回馈预算需要30亿 但是他每年只编1.2亿 那有的地方编得多 有的地方编得少 所以如果说 后来比较晚申请的人 他要等到30年 才能够把土地还回给国家 才能够拿到这个回馈金 这件事情意识到什么 这件事情意识到说 你连行政命令都已经制定了 可是你的预算为什么不去 把这样子的一个缺口给填上 好 我再讲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就是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在嘉义的一个公园 我们看到有人用那个除草剂 去把小孩子滑溜梯旁边的草 全部喷过去 可是他并没有去意识到说 除草剂一旦施放之后 他很可能有一段期间 对人体是有危害的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乡镇公所 他可能要针对这个 产业道路或者是这个马路 他需要把它除草 但他经费不够啊 所以他也没有去雇用人来除草 他用喷除草剂的 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他从这个村跟村之间连接的道路 一路喷除草剂 就站在货车上 结果喷到社区的时候持续喷 所以一旦有一些家户 他的住宅或者是他的那个厨房 是靠马路的 全部被喷了除草剂进去了 那农委会会说 除草剂只能用在农业用地 非农业用地不能用除草剂 换句话说 从我刚刚讲的三个例子 一个是遇到问题没有相关法规 一个是制定了相关法规 制定了预算 但是没有好好的执行 第三个是模糊地带 如果你说非农地不能用 那用的人你要怎么惩处 或者是应该有环保署的这个协助 能够来支持地方政府 也能够用人工来除草 我讲的这三个 其实就是要救教于你 因为你在监察院 你看到的并不是只有个案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制定法律 没有法律 模糊空间 你也对这些问题你怎么办 怎么发挥你监委的职能 好好的把这些问题给揪出来 好好的来改善 好的 我想那个台湾的永续发展 是我们全民应该最关切的一件事情 那么 所以你刚刚谈到的第一个 比如说温室气体的减排 我认为这个是应该要透过立法 而且形成政策 台湾现在也很多地方都认为说 我们空物很严重 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整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整套的 国家的永续发展 国土规划的整个政策 都必须建立起来 然后在这下面 该立的法规 就赶快去订定 那么该执行的政策 应该要再缩短这个期程 像刚刚你说 那个林地要回收 那个也是一个国土保育的计划 正是因为国土保育 这需要30年 这个实在是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荒谬 很不可思议 这个实在是 而且一年花一亿多 其实这个经费 我们国家应该是支付得起 可以不需要拖那么久 我觉得应该三五年之内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是 所以这件事情 我刚刚特别要把三个状况 一个是没有相关法规 对 一个是已经有行政命令 也在编列预算 实行不利 对 那第三个是模糊地带 就是农地跟非农地的这个 除草剂的使用 我要提醒的是说 未来您再担任监委 那在经过这个明天的投票之后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花一点时间 去看清楚 台湾在行政立法之间 确实是有落差的地方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执行不当的地方 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 不管是延续您的 永续发展的精神 或者是您过去的 这个工作经验 你觉得该怎么开展 才是比较好的进展 我觉得立法院 应该当然是要积极地 透过立法 还有一些行政的监督 包括预算的权利 那么施加更大的压力 那当然也透过民意 透过媒体舆论 那么形成对政府的一个要求 那监察院我认为 其实也能够配合 那我们透过相关的调查 那么觉得 政府应该积极作为的事项 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提出一些 纠正案 那么他们可以加速它的进行 所以这一部分 其实我觉得监察院 其实跟立法院 某种程度上 应该是可以有一些连结 有一些合作 那这个合作的一个方向 我就认为 应该是有办法可以达成的 尤其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调查 如果说政府有一些缺失的地方 那么它的改正的话 透过立法院去给它监督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立即而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希望的 期待的就是说 这两院之间的关系 可以建立一些连结 是 因为监察委员有调查权 这个也是立法委员缺漏的 好我就来让您看一个 我最近去观察到的一个数据 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249.66百万公顿 占全球总盘排放量的0.77 台湾排名全球21 人均排放量名列第19 台湾的地理环境相对脆弱 而且台湾的这种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的人口 并不是全世界这么多人口 可是我们的人均排放量却名列19 所以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说 这就是我觉得 您将来在担任监察委员的时候 应该把这样的数据去要求 行政部人的职能 即使法令还没制定的时候 他也可以去做碳排的管制啊 这些事情 虽然我们不是气候变迁 刚要的缔约国 可是气候变迁的限制 并不是停留在1997年 我相信2015年也已经有这个 巴黎的气候高峰会 台湾不是会员国 但是台湾应该散尽 我们是全球议员的责任 好好的把这个环境给做好 要不然极端气候的这个摧残 不只是对我们的农产品 我相信对我们的健康啊 甚至于对我们的用水 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是的 好 好 谢谢 那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呢 监察委员恐怕应该要花 比较长的时间 来把这个调查的职能 以及我们的行政跟立法的落差 好好的糾举 以后这件事情必须要持续的努力 好 谢谢 好 请蔡文多指教 谢谢 谢谢 报告全院委员会 上午巡答进行到此为止 下午二十三十分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下午二十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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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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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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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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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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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跳脫黨派的司法制度 回到一個正常的人民期待的司法的一個體系 所以當我們必須用這些方法來處理的時候 轉型正義的時候 突然間他們講說 你在搞黨派 搞藍綠 這完全顛倒了 整個我們社會對司法的一種所謂期許 最後我只要問的就是 司法院對監察院自己的改革 監察院有沒有所謂轉型正義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或有沒有改革的問題 那個趙偉你覺得有沒有 我想監察院一定要改革 要不然人民會越來越失去信心 哪一方面需要改革 失去耐心 我覺得就是陽光透明化 好 很好 那還有要例行很多的利益衝突回避 那我覺得也應該接地氣 就是跟民意接受輿論的監督 我問一下 認為監察院自己要改革的舉手 讓我知道一下 OK 很好 我希望各位委員 因為我沒有要求你們提出那個所謂的監院改革的一個報告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證件 但是我們對監察院自己的改革是有期待的 包括整個所謂的投票制度 或者調查員的職責身份 地位 更重要包括保密的規定 因為我現在擔心的是我們對行政部門有很多很多相關的保密的規定 可是監察院是有 而這些人離職之後 同樣兩岸關係的互動 敏感 監察委員或是監察調查員 是幾乎可以掌握所有的 其機密機密的資料都看得到 這些人也必須要受關國家機密保護法 更嚴格的一個規定 可是目前這塊相對是比較鬆散的 這樣改革是必要的 監察委員或監察院的人可不可以被彈劾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揪局 可不可以揪正 有沒有展開調查 可不可以被調查 可以 但這幾年我們是比較少看到 我們希望監察委員監察院 也找幾個蒼蠅跟老虎開刀吧 監察院自己也可以從內部調查起 我們也聽了很多 不只對司法單位 對監察院也有很多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印象 是更需要改革的印象 所以我想要期待各位 如果有一天 人民在路上看到各位監委的時候 可以抱著你們 向你們伸冤求告的時候 表示我們監察權又重新再起來了 甚至對各位 掌聲比立法人還要多的時候 各位的社會期待 你們角色就扮演出來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委員 接著請蔡益魚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那我可以请我们 陈思梦 陈贝廷名人 陈思梦先生 陈老师你好 很高兴可以在今天这个场合 然后可以跟陈老师聊 因为我们知道陈老师 过去你在主持绿色斗阵 那你对于中华民国的一个宪政体制 由你非常独到 而且你非常坚持的 我们的宪政体制 是有需要被改革 是有需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 一个修宪的一个工程 那我想你一路来 你坚持的这个是我们 我们知道说这是你绝对的一个信仰 但是呢 以在现在的一个架构之下 如果现在我们的修宪 就是说把监察权这一块 拿回到立法委员 我相信人民可能又会马上跳脱一个 那是不是立法委员又要想要扩权了 所以变得说 以现在人民又不希望立法委员扩权 但是对于监察委员他的功能不张 监察委员没有办法扮演好 去督促公务员 尤其是今天讨论了一天的司法人员 他们怎么去扮演他的角色的时候 监察委员确实有他很重要 很独到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存在 所以陈老师你可以完整 我可以让你完整的论述一下 你这一次接受被提名 监察委员的被提名 那你希望怎么落实好监察委员 以现在五权的这个架构之下 他所能扮演的一个角色 谢谢蔡委员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这个监察权 本来我认为说 他某种程度的取代了行政权 因为监察权他是在纠举这些不良公务员 但是我觉得不良公务员 应该是由他们的上级 应该由他们的主管 来负责督导来纠正的 所以如果监察权需要介入的话 表示行政单位的科程 科程集结管制是出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应该要培养一些行政官 他们自己来督导他们自己的下属 那另外一方面监察权里面的所谓的 对于这个不法的一些贪官污吏的这个纠举 我也觉得那个是不是会 会取代了司法权的部分 因为他明明是违法的话 就司法应该是介入去 把它纠举出来就好 所以我过去一直觉得监察权是多余的 就是基于这个观念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慢慢理解到监察权 它另外有一个我过去疏忽的重点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 它的行使范围其实是基于司法权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些在台湾过去这几十年来 因为党国的教育党国的控制 以至于变成党国的斗争工具的这些司法体系呢 它现在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制止它的一个工具 就是监察权 那我觉得这个司法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部分是监察权没有办法真正达到的死角 比方说法官法里面的自由新政 或者法律见解是不可以平易的 不可以惩戒的 那这种东西变成也是监察权的一个 无法去介入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贵院 立法院是不是能够在这些方面 也能够一起 大家一起来做司法的改革 因为自由新政或者说独立办案等等这些 目前司法界用来保护自己 用来防止外界这个对他的监督对他的这个质疑的地方 事实上这一些应该是用在小老百姓身上 小老百姓需要有更多的保护 小老百姓需要有更多的一个能够抵抗这个威权 但是司法官本身已经是一个有权有势的阶级 他们还需要用法官法里面的所谓的自由新政 法律见解除罪化等等这些东西来保护他们自己吗 所以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说 立法院在这一个方面能够帮忙 让这个法官法做适度的修正之后 让我们的法律 让我们的司法体系 不至于变成一个独大的一个怪物 那监察权就一定 监察权虽然有心要去制止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死角 所以陈老师从刚刚你所讲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说 你这一次进来监察委员的这一个名单中 你给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使命感 就是你认为台湾的一个司法 在党国体制这几十年来 基本上它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架构 从此到现在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判决 充满着党国的一个色彩 所以如果你能进去 去让整个司法来做了一个 彻底的一个革新 你从个案的调查中 让大家知道说 事实上司法 我们过去一直说有贪污 又有很多个别的事实上 滥用自由心证 这样的一个案件中 如果你可以在里面 把这一些过去指纹楼梯响 但是因为他们在同温层里面保护得好好的 没有办法去掀出来 如果陈老师你进来监察院之后 你可以协助台湾把这一块彻底的革新 所谓第三波的一个民主化 我相信这一段是非常辛苦 而且也是要很大的决心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陈老师 未来你在担任监察委员后 会让你很忙的这两年 那你会很辛苦 我们希望陈老师 你当选监察委员后 可以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做出人民的一个期待 全力以赴 好 谢谢 好 那下一位我想请 我们赵永清 赵贝提名人 请赵永清先生 蔡委員好 贝提名人你好 那我还是先称呼你赵委员 因为我对你的印象中是你在立法院的时候 你的表现是非常的杰出 不管是社运团体还是国会的一个评鉴 你都是第一名 而且你在立法委员的时候 基本上你对于所谓环保 所谓台湾的这个能源的议题是你一直很着重的 那你现在已经被提名当做监察委员 那我相信你也最后一定可以高票当选 那我想要了解说 那你未来当监察委员后 你怎么用监察委员的这样一个角色 协助政府可以落实2025年的非核家园 那尤其我想举一下我自己的选区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的选区呢 就在布袋 它有很大的肺炎滩地 那这些肺炎滩地呢 他们现在被内政部把它化作为师地 那在师地的周围呢 现在政府正思考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古代人都知道这里适合赛岩 所以它现在发展太阳能是最好的 但是马上会面临的 就是因为在师地周遭 那发展太阳能又跟师地的理念有汉格 那我想问一下背景音乐 那虽然这部分很多是属于行政要做的工作 但是你身为监察委员 你未来会督促整个行政部门 去完成他们应该要达到的一个使命 那你要怎么样去 去在这一部分做出你可以协助的一个地方 好的好谢谢 谢谢蔡委员 我想关于新的再生能源 现在有很多很多专家学者都共同在努力 我就有参加一个群组 叫台美的绿能的家园的一个群组 那里面不光是太阳能 风能我们所知道的 还有其他就像生殖能 海洋能 甚至地热 那种种种种 很多还有海潮温差 很多种的那个新的能源 那也包括以后节电 节能 这一块 还有系统的整合 我觉得我们分了很多组 那么都共同在研讨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机会 那可以来为我们台湾的永续发展 做出很大的贡献 因为很多都是专家学者 都是国内外 尤其是很多是美国的 都在运作的一个很成功的经验 都要能够带回台湾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绿色能源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 在台湾可以好好的发展 那像我们一个台湾过去 到美国去的一个教授 陈摩新教授 他也回台湾看 那时候台湾的风能 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有最好的条件可以发展 那可以发出最低廉的风能 他挂保证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怀抱信心 然后让我们的很多的人才来发挥 那至于我们法规方面 要怎么样来配合 那政府行政部门 减少很多行政的阻力 我觉得这个是要靠大家努力 一起共同的来协调 来推动 那我觉得地方有这个需求 那我觉得我们行政部门 应该也要排除一些障碍 那当然我们生态的保育 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一些 如果不是说很明显的 你说湿地的保固 我觉得湿地保固当然是很重要 那海岸法过去也是我推动的一个重要立法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 其实应该在考量实际的状况 我觉得嘉义一带 那么来发展 太阳能 甚至风能 我觉得都很好 好 那谢谢 贝提名人的回答 好 那你可以先请回 谢谢 那我接下来 我可以请我们 蔡崇义贝提名人 蔡法官吗 请蔡崇义先生 车别人 请蔡崇义贝提名人 雷辉贝提名人 你好 那 雷辉贝提名人 基本上也一直是我們地方的一個很驕傲 大家知道你在台南高等法院當庭長 那這在我們那種作證咖 我們很偏僻的一個地方來說是很少的 可是布袋也出了很多老人 包括蔡清友大法官也是我們布袋 所以大概我們故鄉裡面出了第一個監察委員 就是蔡法官你 那我相信你也一定是可以是高票可以來當選 那但是我今天聊 如果再跟你聊法律這一塊的東西 也許今天已經談一天了 那我想要跟你聊台灣的城鄉差距 因為你知道我們來自布袋 過去我們這裡是很老的 叫做小上海 那這幾年來是不斷的沒落 那我們不斷的用很多發展觀光 甚至一些刺激在地產業 但是還是有它的難度 那包括很大的一個難度就是說 因為沒落太久 所以你不管政府多少公共工程坐在那邊 基本上地方 大概投資者要去投資這個地方 意願也不是很高 那所以政府往往在邊預算 然後在執行預算 尤其在審計的這個功能中 到底要怎麼協助 像我們這種窮鄉屁郎 那去做一個改變 那以及你認為說 像我們那個老年人口比例這麼高的地方 到底要怎麼用政府的預算 去做好所謂這一些長照 那讓老人的照顧可以落實 那未來你當監委之後 你要怎麼督出公務員去達到這一塊呢 好 跟委員報告 這一塊我們有很多的研究 但是監察委員重要的是監督政府的行政 尤其我們在預算分配的時候 對窮鄉僻然也可能比較少 但是相對的 如果有對我們 我當然不能講說 我們是因為特別要對部隊照顧還怎麼樣 但是對於所有的小鄉鎮 我們的預算要特別給他落實 如果沒有落實 那是監察委員的職權 就是要去行使他 那麼但對政府的政策 我們要先尊重 但是他沒有落實政策的施行 監察委員就應該行使他的監察職權 所以監察委員就是督促公務員 就是在後面 後面只要政策執行 監察委員就要督促他 尤其對窮鄉僻然 因為舉例來講 台北市可能支援很多 他可能對他來講 領頭他不覺得怎麼樣 可能對我們部隊來講 領頭就很大了 那相對的我們一定要讓他落實 而不是說有施行輕重 還是說有任何一個地方 偏頗的地方 好 蔡法官我可以再跟你再分享一下 我覺得有一個制度上的設計 也許你可以當監委後 你去幫我們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現在很多政府的一個預算案 他為了避免文子館 避免像我們這樣的政治人物 去爭取預算到地方 結果後來做了沒有 沒有發揮他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都要求地方要出配合款 那地方出配合款這件事情 基本上也是正確 就像我說的他的一個理由 但是配合款到現在 使用到現在呢 卻變成說 你有錢的鄉鎮 你就可以去爭取大的計劃 那像沒有錢的鄉鎮 他根本不敢去爭取 因為他要爭取大的計劃 他就要一千萬的計劃 他就要出三百萬的配合款 三百萬的賭沒出來 所以我們來爭取兩百萬的計劃就好 結果這樣的一個發展下去 就變成說 小地方永遠去做兩百萬的事 問題這兩百萬的事 又發揮不了效果 他變成小蚊子館 結果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沒有大蚊子館 結果他就廣設小蚊子館 這個當然在我們嘉義 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的狀況 結果後來追根究底 就是因為配合款 對於窮鄉鎮來說 對於窮縣來說 他確實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未來 蔡建委 這一塊我覺得你可以 替我們地方去思考 那你也可以呼籲行政部門 或者是用你的能量 去告訴 是不是這部分有需要去修法 還是有可以怎麼做 可以讓它更好 好不好 蔡法官 真的非常的期待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謝謝 好 那我可以再請楊芳婉 楊貝提名人 請楊芳婉女士 楊律師 我們一樣都是律師出身 那我想跟你再分享一個個案 因為最近 複聯會的問題 基本上是紛紛擾擾 那有一件事情 基本上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一直講出來 但是這件事情看起來 到現在 已經沒有辦法被處理了 就是台北復興小學 台北復興小學 這家學校非常的特別 它就是典型的膽產 因為在日本時代 日本有一個叫做愛國復聯會 它所擁有的復興小學 然後在中華民國政府來之後 接受了這樣的一個愛國復聯會 結果就把它丟給了現在的復聯會 現在的復聯會來管理 那後來丟給復聯會管理後 就在一次的他們自己內部的選舉之中 他們在選他們這家學校的一個委員 這家學校的董事的一個選舉中 結果復聯會的代表 竟然不知道怎麼搞的 選舉選輸了 他完全是復聯會的財產 他的財產 結果他竟然選舉選輸了 那輸給的就是現在 國民黨中常委的母親 好 那這件事情 復聯會後來當然也是有意見 他說這樣不行喔 所以他就針對這件事情去提告 結果一省二省三省都輸掉 結果就這樣一個國家的一個財產 接受日產後來的東西 哇 現在真的丟掉了 而且現在丟掉 等我在立法院再去質詢的時候 我說那這一塊不用追回嗎 這個是典型國家的財產 接受日產來的呢 那現在唯一的答案就是 因為已經判決定驗了 已經判決定驗了 所以到底還有多少 這樣的私產 結果頓入到私人 就變私人財產 現在已經拿不回來 這個楊律師 我講了這樣一個例子 你應該可以體會到 你們有很大的一個責任 因為只有你們才可以終結過去 這個也是剛剛陳老師所說的 黨國體制下的司法機構 結果在這一種需要 他發揮他司法官的正義的時候 復聯會都已經說 我要去告這個 怎麼會跑到私人去了 結果他還告書 啊是不是假告的 假告的 假告的 假告的給他的財產 快點變成蘇聯 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我很懷疑 那我講了這一個故事 我想請問貝町民的 你有怎樣的看法 說未來要怎麼遏止 要怎麼讓這些法官 可以發揮好他的一個效果 委員這個部分 可能還有很多 事實層面的一些問題 需要去了解跟釐清 所以目前我也還沒有什麼 是啊 這是一個個案 但是我把它提出給你聽 我把它提出給你聽 就是覺得說 這件事情還是有必要被了解 因為目前我看到 這件事情在當年是沸沸騰騰 當年說 啊 復聯會財產丟了 結果沒有後續了 然後也沒有監察委員 跳出來說這件事要做 謝謝 接下來請張立善委員 接下來請張立善委員 請張立善議員 請張立善и 我們五位貝提名人 大家下午好 我想今天從早上到現在 我大概陸陸續續聽到各位的一些寶貴的意見 那我想我還是要再重申一下 也就是身為監察委員本身的職責是什麼 也就是說依照法律要獨立行使職權 而且要超越黨派 甚至監察委員要公正聯名貫徹法治伸張正義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甚至要保持中立 在任職期間不得從事任何政治的活動或是行為 各位認同 你要擔任監察委員應該要有這方面的認知 跟要保持中立 你們都認同嗎 認同 對對認同 五位都認同 好 那五位都認同 那我現在要請教各位 也就是說明天呢 行使同意權之後 你們就成為正式的監察委員 那同樣的明天下午 也就是農田水利貴整個的組織通則的修正 到今天已經滿了一個月的協商期 在上個月的12月15號 也就是因為現在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多數 所以呢 大家就以多數的優勢直接淨付二讀 那通過一個月的協商期 明天下午也正式要做這方面的表決 那我現在要請教我們所有的被提名人 也就是現在 現在針對農田水利會 到目前為止很多的專家學者提出非常多的論述 認為這個修正 整個組織通則的修正 是明顯的違法違憲 因為從日據時代到現在 大概將近一百年的歷史 從水利組織到現在的所謂的農田水利會 所有的資產 所有的土地 都是農民自己出資 建造所有的灌溉農田的排擠水路 都是農民出資的 那現在也有更多的資產 超過三千億的這些現金 再超過很多的不動產 那你現在一直命令 一直空白授權 完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不像所有的直轄市或是縣市政府 或是省政府 做好的配套措施已夠 包括所有的人士跟所有的祖祭各方面 完全配套完成以後 才來落實執行 而只是一指法令 在整個今年即將要選舉的同時 馬上就要草率急救這樣的通過 我要告訴各位 這是違反憲法第十四條 違反憲法第十五條 也就是人民有財產保障權 人民有自由集會結社權 所以這是明顯的違反 甚至也違反大法官事件當中 四九九條 五五三條 因為國家遇到重大事故的時候 才能夠停止選舉 甚至才能夠延任 這時候你們都聽懂了 也就是說 明天你們成為正式的監察委員之後 明天農田水利會由原來的直選改成官派 那就是什麼 就是用一紙命令搶取拷躲所有農民的財產 甚至嚴重剝奪一百五十萬水利會會員選舉的權利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你擔任監察委員 你針對這違法違憲的整個修法的過程 跟整個修法完全通過以後 罔顧所有一百五十萬農民的權益 你們告訴我 你們同意這樣的立法嗎 我先請我們蔡提名人 各位做報告 對於大院立法所為的立法 五權均衡之中 監察委員無法表示意見 抱歉 你說什麼 就是因為大院所立的法律 我們監察院所行使的是立法之後 官員怠惰 我們才會去執行我們的監察委員 蔡提名人 你是如何當監察委員 現在民眾有怨 要向監察院請怨 你說推卸責任 這是大院的立法 那你要如何行使 所謂的 這個糾距 跟彈劾呢 你的權利你不好好運用嗎 你只想做 想騎乘零 所謂的這個觀想嗎 所以你是沒有那個gass 來承擔人民的陳情嗎 好來我們請我們趙永 請我們趙委員 你曾經當過委員 好的好謝謝 我想那個立法院應該是秉於民意 來做決議 所以立法院認為 應不應該做改革 我知道你任內 你是第一名的委員 應該是立法院要來 對 好你現在講的 立法院是最高民意機構 沒錯 應該要符合民意 但是呢 從520上任到現在 你看到這個政府符合民意了嗎 如果有失職的地方 我們監察院會來給他監督 OK好你答案我同意 好 再來我們楊貝提名人 委員您說的是未來的事情 因為我們 即將就明天就會產生了 但是那個 大院的這個法案的這個修 修訂或制訂的改變的部分 是大院委員的職權 至於未來發生的事情 我想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說去預設 然後再做 我不認同你的看法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啊 尤其是你要扮演這麼重要的職務 你必須要有對整個的認知 那你現在即將明天要發生的 你都沒有辦法做一個 你本身的一個判斷 所以我在這裡認為 如果你沒有辦法提出啊 你正確的判斷 你也不適合擔任監察委員 好我們請陳老師 陳提名人 陳貝提名人 這個依照監察法 以及依照憲法 監察院是 監察權是沒有辦法 給予立法院 那監察院沒有辦法 針對立法院 人民的陳情案 人民不滿立法院 在整個草率修法 嚴重違背了他們的權力 那可以超越司法權嗎 當然不可能超越司法權 就是司法他當然會 應該要做一些處理 那陳提名人 你也認為這沒有違法違憲 我本身沒有辦法 評斷說到底有沒有違法違憲 但是我自己的覺得是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就是 在改制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立法院大院 是不是有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聽證的過程 好那你講對了 就是沒有聽證過程 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直接淨付二讀 完全跳過委員會 本來說委員會自主 這個功能也喪失了 完全沒有審查被查 沒有任何審議的機制 所以為什麼會民怨四起 針對這樣的修法 大家怨聲載道 所以你剛剛講對了 完全沒有公聽 也沒有任何聽證 所以好 再來我們請另外一位 楊貝提名人 如果人民向監察院提出陳情的話 監察院當然必須要受理 那至於現行的農田水律法的修正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具體的結論 那的的確確這個是在法律還沒有修正之前 監察院沒有辦法在這裡表示意見 好明天以後呢 你們都可能成為正式的監察委員 那如果農民提出陳情 因為我的權利被剝奪了 我剛剛講了嚴重的違法違憲 那提出我的財產受到剝奪 如果你們非常詳細了解整個農田水利的整個過程 你就非常清楚 以前是農民自己把自己的土地拿出來 做所謂的灌溉勾取的這些排水路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是屬於私人的財產 那這個時候無償提供使用 未來你徵收為國家所有 要不要來跟我們的這些農民買土地呢 好 我對各位這樣的回答 我其實非常的遺憾 因為你們站在一個非常偏頗的立場 完全違反中立 而且超越黨派 你們現在擔任監察委員 已經嚴重的失衡 立場已經不公正 也不夠客觀 完全 我了解自己的職責是什麼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甚至本席也認為你們不適任 當任監察委員 好 各位請回 我請陳老師留下來好嗎 好 那陳備提名人 我想我們對於啊 你本身對於中華民國憲法的認知 因為你要在這部憲法之下擔任監察委員 但是你又不太承認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對你的本意有非反 非常委屈你啊 那但是呢 我看到你在民國87年的時候 你還在台灣大學任教的時候 你曾經申請籌組 籌組社團 這個社團叫做 台北市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 那民國91年 你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時候 你個人曾經說 中華民國是現階段的國民 國的國號跟國名沒有不可改變的 甚至你主張不要把中華民國的國企 和中華民國畫上等號 那甚至在1904年 你個人與獨派人士 曾經籌組台灣獨立行動黨 強制證明制憲 建立新國家的台灣行動黨 另外制定憲法 所以呢 你一路走來 都否定中華民國的體制 但是 你又要在這個 中華民國憲法底下擔任監察委員 你也不願意面對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事實 你追求台灣獨立 所以 我要在你請教 陳備提名人 你完全對於中華民國 第一個 你不認同 第二個 你懷疑中華民國的憲法 但是今天 你卻 要來擔任中華民國憲法 體制下的監察委員 所以 意圖非常明顯 你們嘴巴講的是一套 但是實際 一到我們蔡英文總統 垂詢你的時候 又非常想來當這個監察委員 所以陳備提名人 我對於你一向的主張 其實我 特別的注意 因為你說監察院 是廢物 是要廢物利用 甚至你認為很多的司法官 有黨國的這個余孽 你要來辦這個恐龍法官 你要把這些法官 用構除法把它構除掉 你說當時的法官都是辦綠不辦藍 但是我今天在記者會上 我聽到記者問你的時候 你說 未來啊 我要辦藍不辦綠 還沒同意我 現在還沒行使同意權 你就如此囂張狂妄 而且意識形態如此的明顯 告訴記者 今天晚上你大概會看到媒體報導你 你說我未來就是要辦藍不辦綠 你這叫超乎黨派嗎 你叫做中立嗎 所以陳備提名人 你要不要簡單表述一下 我是需要簡單表述一下 我並沒有說我未來是要辦藍不辦綠 記者問說 你未來 有人說你未來會辦藍不辦綠 我說很可能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 就像我剛剛舉的一個小例子 就像紐倫堡大審的話 他審判的全部都是納粹的高級的軍事將領 你剛才已經明顯回答我的問題了 也就是說 你已經承認你未來是辦藍不辦綠 因為只有那些納粹的高級將領 他們做了殘害猶太人的行為 所以過去在台灣這些司法殘害的都是綠營的人 是他們辦綠不辦藍 所以陳倍提名人 以你這種思想 你利用你這個國家的公器喔 以後你有國家的公權力喔 給我一個人 這位是 這是最大的公民的公民 是最大的公民的公民 就是全新的公民 就是大家可以幫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謝謝 報告全院委員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詢問 現在休息 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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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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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提名人好 赵提名人 我想 监委 我们多谈一些 比较 跟他职务有关的事情 少谈一点政治 我有去注意到说 在11位被提名人当中 您是唯一一位 有提到说 就任以后 会致力在关心 阳光法案的 这一个被提名人 是的 这个部分 当然也跟您过去 一直的经历形象都有关 那本席也一直 非常关心 这个有关阳光法案的部分 那阳光法案 虽然在这个 特别是像 很多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 虽然分属 很多不同的部门主管 但监察院 是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主管部门 所以借这个机会 跟你讨论一下 你的看法 在政治现金法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游说法 这些阳光法案的目标 其实就是要做好 充分的资讯揭露 受到民众的监督 让政府不至于腐败 那目前监察院 有负责的部分呢 包含像官员的财产申报 如政府总统立委 县市长政治现金法的 主管机关 也都是监察院 那你目前觉得 目前这些监察院的业务 监察院有把它做好吗 从一个被提名人的角度 你觉得目前监察院 在这些业务上 有做好吗 我认为还可以再加强 那几个部分 比如说像利益冲突回避 这一点我认为 应该是各地方来说 都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不管是官员也好 或者是民意代表也好 都应该要例行 这个原则的方向 并且坦白讲 这个叫做防君子不防小人 这个叫防君子不防小人 这个我们坦白讲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本席要告诉你的是 希望您能够在就任之后 我想今天的被提名人 大概没有意外 都能够就任 不管大家有什么质疑 大概都能够就任 在您就任之后 本席要提醒您的是 其实最大的问题 不是出在个别法案 最大的问题出在心态 它的守旧保守跟不透明 我举几个例子 像现在 当然这跟法务部主管的也有关系 像现在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 你知道它依法 在卸任几年之后 离开限职之后几年 这个财产申报的资料 就不用再 就不用再让人家查阅 这个资料就不存在了 应该要查阅 五年 应该也要公开 五年 当时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没有这些所谓的云端保存技术 当时在立这个相关法的时候 没有这些云端的保存技术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资料 曾经年累月的累积下来 就会导致这些资料 要有很大的库存空间 但是现在云端保存 各方面的技术那么先进了 如果还死守着当时技术下 出来的法条 我觉得从事工职人员 特别掌握国家公权力 他的资料 在他的这个担任的期间 所去申报的资料 照理讲就应该是很久存在的 这应该是动态的 攻查阅 而不是说你离开位置五年了 这些资料就把你销毁了 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 像这些阳光法案里面 像我常常也跟监察院 还有跟法务部都有提过 你知道现在这些财产申报 只有规定说 你申报来了以后 按规定 放在监察院 工人查阅 查阅 他应该有刊登公报 那个都是只有公报跟工人查阅 现在的社会 已经走得这么快了 讯息的流通非常的透明 非常的快速 其实放到网路上有什么不行呢 应该是可以的 放到网路上有什么不行呢 结果呢 只不过要民众大费周章的 到你监察院去申请 去登记 去印出来 印出来了之后 自己再打竹字稿 把它做成一个电子档 再放到网路上 只是增加民众的麻烦 我觉得 我举的这些例子 都是要曝露一个问题 就是心态 心态上本身守旧 心态上本身保守 所以也导致了 这些做法上 无法革新 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 好像生怕 这些资讯被你们拿去了 要干嘛一样 如果今天监察院 是一个阳光的地方 那这些资讯 他应该想办法 主动让这些资讯 是可以被大众 轻易的取得 轻易的检视 用以来监督政治人物 这个你认同吗 对 对 没错 但因为本席注意到 您是唯一一个 有提到阳光法案的 所以本席也跟您 就较这一块 包含 是 很多 监察院对行政机关 做出处分的案子 监察院对行政机关 做出处分的案子 他已经做出处分了 要求行政机关要改进 我们跟行政机关 要改进状况的资料 行政机关 二话不说 第二天就给了 跟监察院要资料 这又不是在侦办中的案子 这是已经处分了 只是要知道整改的情况 应该要给 我们会推动 贵院就是只有一句话 应该让资讯透明化 这是属于院计之间 互不隶属 所以不能给 我觉得这在在都显示了 监察院的这个心态 非常的保守成就 也难怪 很难去建立国人 对监察院的信心 所以我希望 这个赵贝提名人 在您就任之后 能够针对这一块 就您的这一个 所接触的 在这个相关的里面 您所接触的这一块 能够多去努力 当然一般百姓的 这些权益也要去保障 另外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假设 您就任了监察委员之后 对于一般的陈情案件 你会不会受理 一一规定都要受理 小英总统的讲话里面 也包含了这一次补提名人 他的期待 也是包含了 除了要扮演好监委的角色 然后同时在小英总统里面 所讲话所提到的 也是要去受理 一般人民的陈情 对不对 是的 好非常清楚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 那个赵崇义被提问人 蔡崇义 抱歉 蔡崇义被提问人 请蔡崇义先生 蔡崇义好 蔡崇义好 蔡崇义本席想请教一下 在您所提供的资料里面 有提到过说 过去的监察院 常常被批评酬庸 我想这是过往 大家对监察院 比较诟病的一个地方 那能不能说说看 当然您在提供的资料里面写到说 过去被批评酬庸 这是大多数人的感受 这句话绝对正确 但是能不能说说看 什么叫酬庸 跟委员报告 所谓的仇庸是从媒体里面 所有好像国人的法律感情 都是这样认识 但是监察权的确非常的重要 从古代的玉石代物角色 所以我特别提到说 我们这一届的要进去 让国人能够更改 这个贝庭人 这个有关国人的认知是酬庸 或者是你们有这一届觉得 有这个使命感要去更改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总是要有一个 哪怕是很初步的 什么叫酬庸 你至少要说一下 什么叫酬庸啊 那个跟委员报告 你不能连酬庸这两个字 都说不出是什么 然后就说我要改善酬庸 因为功能不张 所以有的人是历任 历任高官 进入监察院之后 没有看到他的作为 那就是酬庸 你这个逻辑上面有谬误 所谓酬庸是在任命当下 出现的事情 而不是他任命之后 不作为叫酬庸 我们从结果论来去推算 他当时 你这个非常谬误 今天假设我提名了 一个不适任的 或者是我为了酬谢 他在某一个事情上 对我的帮助 这个叫酬庸 但是假设我今天提名 一个是财是所的人 他进去以后不做事 这个叫酬庸吗 所以要先把定义理清楚 我觉得你是在颠倒 你不能从结果来说 提名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不做事了 就叫酬庸 这个逻辑我想 没有人会接受 不能这样子玩文字游戏 所以你在规避 什么叫酬庸 你在规避 你自己所说的 目前监察院存在的酬庸现象 全世界没有人会相信说 所谓酬庸的定义叫做 不管你提名的是好人 坏人适不适合 进去了之后 有做事就不算酬庸 没做事就算酬庸 酬庸的定义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不跟你争辩 因为既然你在规避这个问题 要你讲出酬庸的定义 来检视这一届的补提名人当中 有多少是酬庸的 大概也很难了 所以我就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 在您担任法官的时候 监察院曾经纠正过吗 没有 曾经有一个案子 没有 那是台南市第五分局 监察院不会对市委员做纠正 他只对行政局所属机关 当时有一个判决 当时有一个判决说 有一个死刑判决被监察院纠正 没有 是 那个案子的第五分局 行政院所属警政署第五分局 有被纠正 被纠正 但是您表示了您的看法 对不对 当时您有表示了看法 您认为说这个是可受公平之事 我没有表示看法 监察院有去调查这个案件 对司法机关是审级救济 我不知道这个媒体报导 有没有疏漏或物质 这一个部分这个媒体报导 是在2017年的3月的时候 有写说 被监察院纠正有疏失 然后蔡崇宜表示 以平常心看待 那个我们所有的判决都可受公平 所以 当然可受公平 我现在要问的重点是 当年还在法界的时候 是 这个判决被监察院 做出了不同的意见 如果 他不是对判决 对那个警察局 警察局 他是对第五分局 台南市警察局第五分局 好 我把这个媒体练给你听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媒体报导 有没有错漏或物质 监委补提名人选 台南高分院法官兼庭长蔡崇宜 具有高度争议 曾被检举有关说行为 还被监察院纠正有疏失 然后他也平常心看待这件事 另外在有关死刑的判决上 监察院认为说 他的判决 忽略了对被告有利的判决 而这个案件 刚好是很敏感的死刑案件 这一点在媒体上回应过 也是一样可受公平 这是媒体报导的 那本习无意就个案在这边 跟你多说 重点是 当你就任监委之后 如果对于这些司法的案件 跟你的见解不同的时候 你觉得你应该 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 法律的见解不是受平见 但是不适任的法官要受平见 不适任的司法官要受平见 法律的见解不受法官的平见 这个被提名人我想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本席就不跟您多说了 因为反正就像你说的 你的态度都是一切可受公平 那就谢谢你 我请陈思梦 被提名人陈思梦先生 请陈思梦先生 陈思梦 dimension 所以有關於你的政治理念 或者是你個人一些比較爭議性的 像這些你舉德國紐倫堡這些例子 來形容目前的一個處境以及你要做的事情 這些我暫時不予討論 我來救教一件事 今天媒體有報導 那本院同仁在問您的時候您也說到了 由於任期有限 所以你進到監察院之後 你基本上不會接受一般的陳情案件 而是會以調查司法這一塊為主 是嗎 呃 也不能說基本上不接受了 但是就是我盡量把時間用在一些政治 今天在蘇巧惠委員 詢問陳世鳳被提名言的時候 陳世鳳回答 由於剩下的任期時間不長 將不予處理攸關個人利益受損的民間數院 而是優先聚焦在具代表性的政治性案件 是 沒有錯吧 沒有錯 好 本席在這邊不跟你講政治 我們來講制度 不管你喜不喜歡監察院 它存在了 不管你要不要進去以後廢了它 在沒有廢之前 你要按照它的制度來走 沒有錯吧 是 好 蔡英文總統呢 曾經在 媒體上表示 蔡總統表示 決定補提名監委有兩個考慮 第一個監察院附有談合糾舉跟糾正的職權跟功能 同時也必須接受人民的陳情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來看監察院的這些相關規定 監察法裡面明定 監察委員必須要分區巡迴監察 同時 依簽訂席次輪流擔任 除以規定英行迴避者外 不得辭查 也就是 這是你的法定責任 那您能不能告訴我 您怎麼樣的盡量不接受一般民眾的陳情 而盡量改以這些司法案件為主 同時如果您這樣做 那對於院內其他同僚的分工 是否會產生不公平 還是您比較獨尊 大家圍繞著你來調整 能不能做一下說明 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是希望說 大家在那個 在分工的這個事情上面 大家更有理嗎 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那如果說每一個委員都有他專長的領域 大家都只挑自己專長跟感興趣的領域 那怎麼辦 一般百姓的陳情誰來做 還是說 除了你們比較高尚的幾個之外 總有那些閒閒的可以去Q一個懶珊 我不是說我沒有接受 這個人民的作案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 但是你也表達了 你盡量不接受一般民眾的承諾 你盡量不處理一般的承諾案件 因為你覺得 攸關個人的利益所思的一般數月 遠遠比不上解決國家大事重要嗎 好 謝謝楊委員 謝謝 謝謝陳提名人 謝謝 接著請郭正亮委員詢問 尋答時間為20分鐘 是不是先請陳詩夢貝庭員 請陳詩夢先生 本席很認同你的想法 謝謝 你在你的發言稿裡面講到說 有司法除夠這個使命 那事實上人民也非常期待 因為我們監委的任期只剩下兩年多 那也期待他是任務型的監委 就是有特殊的使命來執行特殊的任務 這點本席完全認同你的想法 那我也認為 確實以目前台灣的憲法體制 也只有監察權可以處理不效法官 還有濫權的問題 所以本席想救教於有關這一部分 就是說 事實上本席也認為台灣的司法 確實有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我也同意您剛剛提到了 就是說可能會從重大的政治的案件著手 那事實上本席也看過鄭文龍律師 所提出來的有關扁案的程序不正義 的這個報告書 所以我想就這裡面的一些細節 來請問我們的陳提被提名人 所以你是不是認同本席的這些看法 比如說 我們看到就是說在扁案的審查過程當中 周戰村法官本來兩度 要取消積壓陳水扁 結果後來法院召開庭長會議 把周戰村法官給換掉 而且沒有用任何理由 那你覺得這個是不是重點應該要調查 我想這個法定法官原則 是所有的法官都應該遵守 所有的法院都應該遵守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呢 比如說那個時候就特出 開了一個庭長會議 然後特別把周戰村給換掉 所以陳水扁就繼續被羈押 你認為這樣要怎樣才符合您所認知的 說這些人是政治掛帥 或者是不合理的來對待扁案 你認為要到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因為未來您應該也會行使調查權 那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這個庭長會議才是不恰當的 這個庭長會議的不恰當 事實上是紅櫻花法官曾經有一本書 也是提到這個事情 是 我會到時候我都會請這些法律界的前輩 法律界的專家 來共同討論這些事情 看怎麼樣才能夠恢復這種司法的正義 那個 施鳳兄啊我跟你講 因為到時候你發動調查 最後你們監委還是要內部投票嘛對不對 所以當然你出來了這個報告書啦 本身的說服性就蠻重要的啦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喔 比如說有人就發現 後來所提供的國務基要費跟龍堂案的 徵訊的光碟 他不是全程錄音錄影 有片段移遭到修剪 這種證據不全的問題喔 那是不是要去追究特徵組 是 沒有錯吧 是 所以這個應該也會是你調查的部分喔 還有 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風 不斷的用一些言語對外發言 比如說甚至要把陳水扁的律師交付 律師公會做懲處 或者陳水扁跟律師只能夠見面30分鐘 這種舉措你是不是認為也是不恰當的 這個絕對是不恰當 完全沒有把這個嫌疑人的利益 對他有利的地方 完全沒有考慮在裡面 師公兄我跟你講喔 因為上個會期我在司法委員會 是 那本席也曾經對我們的法務部長邱泰山 他是現任 提出一個質詢 我就說 我們有關所謂的影響力 那我們也發現在扁案 就用實質影響力說來做判決 對不對 是 那針對靈異事案 人家說他是涉及貪污了 他就用職權 職務權力來做判決 那我就說 那為什麼你們對這種不同標準 那居然都沒有意見呢 那結果這個邱泰山法務部長 他跟我說這個是司法院的問題 說法務部管不到 那司法院就有 他當然有義務嘛 他要去統一見解嘛 所以我就問邱泰山一個問題喔 我說接下來要判這個馬英九的案子喔 如果說他真的被起訴了 那你可不可以當庭做一個保證 說會用實質影響力說來處理馬英九的訴訟案 他說他不能干涉個案 你認為這樣的回答你可以接受嗎 我不能接受 我認為這個法律 如果即使說你自由心證 有一定的這個限度你可以用 但是你不能那麼不一致 說對這樣的 對這個受刑 對這個嫌疑人 你用這樣的一個標準 對那個 你又用另外一套標準 這樣子的話 在我看起來 就是這個司法官 他本身是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司法官啊 那如果是 因為這個又回到了那個法官的 跟他所謂的這個 獨立審判的問題啦 那如果說我們的法官都基於他說啦 說我基於我的獨立審判 所以我認為這個解說比較合理 可是實質上他造成了兩個判決 所原用的那個理路思路的不同喔 那這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是 我想你知道我的問題啦 坦白講我是很不服氣啦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你作為監委 你作為助理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作為立法委 我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啊 是 所以我一直是想說 到時候 如果順利進到監察院的話 我會找很多的這個 法律方面的專業人士 來跟他們請教 怎麼樣進行 這種司法平反的事情 師父兄我跟你講喔 我剛剛已經講到四個人喔 一個是周鑽村被這個轉移這個管轄區的庭長會議 另外一個是王清峰本人作為部長 對於扁案律師的不當限制 第三個是特徵組 對於提供給予的證據不全 這是三個單位喔 那如果還包括我們的現任法務部長邱泰山 對於這種雙重標準 雙重論述的問題 遲遲不予處理 那這四個對象你可能都要面對吧 我覺得這個特別是現任的司法院和這個法務部長 他們應該有一種對於機關的榮譽感 就是即使這個案子 扁案或者是馬案 即使不是在他們的任內發生的 但是他們應該要設法 維護司法院和法務部的榮譽 那所以他們對外界的這些很明確的質疑 對於扁案的一些 剛剛委員所提到一些程序上的 很奇怪的地方 或者說見解上面變來變去的地方 他們有責任要站出來說明 他法務部或者說司法院 為什麼他對這些案子 他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他不加以處理 儘管外界在笑罵他 司法兄我跟你講 他們的道德感正義感都沒有你強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不去期待 他們說基於道德 基於正義良知 他覺得應該出來說些什麼 因為你到監察院之後 你就是第四權 你是要透過權力的制衡 逼他們要做某些事 你不能只期待他的良心跟道德 那這樣跟我有什麼區別呢 我也是在立法院期待他有良心出來說點話 他就不照辦啊 那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想要問你說 你有什麼手法 你有沒有在權力裡面找到了一些 一些作為可以讓他們到時候非 一定要來面對這些問題不可 如果您剛這樣回答我就有點失望了 而且我認為你也會失望 因為這些人的臉比你厚一百倍啊 是 所以我認為我如果有機會進到監察院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希望能夠修改監察院的一些內規 這些內規是等於是對一些監察委員的一個保護傘 讓他們不必面對社會大眾 他們不必面對社會的公平 他們可以永遠躲在監察院裡面 他們在投票的時候完全不記名 那像完全不必講理由 完全不必據名 像這些如果改掉的話 我相信就會讓監察院的人 他們會比較會 照著他們的應該做的職責去進行 因為的確我們是不能期待說每一個案子 即使我們所提出來 但是一定會通過 我想這個是這樣的妄想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有的時候這些案子 如果說能夠出到社會大眾 能夠讓社會大眾來做一個公平的話 那就已經達到了殺雞警猴 或者已經達到了這個提醒和警告的這個目的 法師夢說我期待你修改監察院的內規能成功 不過我們還要講後面 即使你監察院通過了 那依照法律的程序 你還是要送到司法院的職務法庭 那對不起 那個地方的審判長叫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委員長 然後還有另外四個法官來投票 那這裡可能又要回到官官相護的一個 一個匠缸裡面去了 他脫離你了 那你怎麼辦呢 我想那個時候監察委員 提案的這個監察委員 應該要針對這個職務法庭 或者是工程會的這個法官提出彈劾 提出彈劾是不是 對這個一般的法官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們沒有認真審是不是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他們有明顯的包拱 司夢兄我跟你講他們也沒那麼笨 那些人都是老狐狸了我跟你講 那些人 我跟你講他一定會講出他們法律界的一些看法 比如說 依照法官法第三十條 要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 不能夠用審判的理由來當作 說他這個 因為他沒有違法 他沒有濫權 因為我們法律上 對違法違背職務 跟濫權是有定義的 那剛好法官法就用三十條 把這些通通都 我們所謂的見解不同 他都把它豁免掉 或者他的判斷 他的見解 他的心證 這個法官法第三十條 都把它豁免掉 我相信 你很認真在監察院 好不容易通過一個彈劾案 我們假設 然後你送到了職務法庭 然後你就會聽到一大堆 用法官法的邏輯 來講出一大堆 說這個沒那麼嚴重 那搞不好你的心目中想到的是撤職 結果出來叫做記過 這可能性是很高的不是嗎 是的 但是就是他的這個職務法庭 他也不會說拒絕這個提案的監委 去立庭去說明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如果說真的是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我會自己到 你會去立庭嗎 去跟那些法官們解釋 這個事情的重要性 我們當然是期待啦 就是說你到時候能夠 全起千堆血啦 有一些輿論的正義的力量 也要同時出現啦 不是師母兄我跟你報告一下 我們從第二屆到第四屆 我這邊的數字啊 我們的法官跟檢察官 目前事實上被彈劾喔 特質的只有十九個人 這十九個人大部分的原因都是犯罪 實際上就是犯罪啦 或者是違法到非常離譜的程度喔 那才達到了這樣的一個地步喔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是什麼呢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是什麼呢 聲謝 祭過 減縫 降級 那還有一項叫修職啊 那這一些都是我們 所謂的專職那個職務法庭的那個會議 所做出來的決定嘛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官官相互的嚴重性 我想你 你事實上也在對台灣的政府的一個實際狀況 你也很了解啦 是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然期待你這個聲音出現 然後也順利的去改變監察院的內規 讓對這種重大的 案件的這個彈劾糾舉的表決 可以讓他變成記名啦 這個是第一關啦 如果你這個連那個記名這一關都沒有辦法過喔 因為你要知道你們這一次補的名額 好像還不是多數耶 11位 對啊 那既有的那些事實上還可以投票耶 那怎麼辦呢 那那些人恐怕有很多人都是 這個馬政府的好朋友啊 這恐怕也是一個現實狀況 我還是希望說貴醫院 能夠也共同做這個出身 然後也讓社會的社會大眾的輿論 對監察院也能夠做一個外部的一個呼籲 嗯哼 這個因為是你們的內規啦 我們又不能直接立法 這樣就不尊重啦 那法官法的話就是希望貴會能夠 對對對 事實上現在也是在司法改革當中啊 事實上坦白說 本席也認為 你對你的一個意見啊 本席也是很同意的啦 就對於扁案 這麼大的事情啊 那司法改革的國事會議都沒有討論到啊 事實上也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那我是說 你願意當監委 然後願意把這個事情當做是你最重要的任務啊 那我相信你已經 已經預期未來會碰到很大的風暴了 是 那本席是在這邊說 本席支持你的想法 謝謝 那我是希望說 你未來能夠落實出來 讓監察院 能夠改成記名投票 順利的把這些案子 送到這個 我們這個職務法庭啊 那你能夠立庭啊 去說出你的想法 讓那一些想要關關相戶的法官啊 不敢太過於造次 這個是本席對你的期待 剛剛幾位被提名人在休息的時候 都對這個透明化 就是投票要改成記名的方式 都是贊成的 對 就怕你們是少數嘛 因為還有一些人在裡面 是吧 好 那個 陳提名人你回座喔 我請問一下那個 蔡崇義被提名人好不好 因為你是法院出身嘛 請蔡崇義先生 蔡崇義先生 蔡崇義先生 謝謝啊 護员好 我想只是請你來 就是你會對法律的實務比較熟啦 那我們這個 施孟兄是這個 社會輿論道德人物啦 那對這個法律 實際上的一些運作 你有沒有補充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說要落實我們這個 那個施孟兄曾被提名人的一個想法 要走得順啊 你認為監察院如果真的提了一個所謂的 湯河案到這個職務法庭那邊去開會啊 那怎樣才比較容易通過呢 我首先第一 我們應該把無記名投票改成記名投票 但是相對的這個要提出說服的理由 因為是我們少數要說服多數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服理由可能比較容易 一定要是施刑法 只到立法庭被查理 第二 我們立法院對市的投票都是記名啊 所以現在透明公開大概已經成為趨勢了 我想監察院這種抗拒可能會比較少 我只能講可能 第二個 職務法庭之所以執行出不章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當方面的 監察院幾乎把案子送上去之後就開始不管了 包括公務委員懲戒法第39條 但是規定說在第一審那個刑事判決之前 才可以停止審理的 以前是沒有現在修改的 可是這個案子可能還有很多 一兵超過十年失效又消滅 所以剛才我們就幾個在研究 說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要求 如果委員有時間 累積去說明 可是這個又怕變成說 變成我們事務委員的下屬單位的問題 但是第二個可以委託律師 就是在那邊去履歷爭 也就是說把為什麼要這種理由 我們經過這麼慎重的 有兩個人以上的提案 還經過九個以上的審查 才通過了彈劾案 就這麼輕描淡寫 不過那個職務法庭 基本上是對外不公開的嘛 是啊 所以相對的我們希望他們能 對不過可是對律師沒有不公開的那個形式 我們是當事人啊 所以我們經常委員可以去 但是實際上兩年多 查案都查不完 可能沒有時間 但是可以委託律師 我們在想說 我現在就怕那個職務法庭一審 給你審三年啊 那你們都卸任啊 我就怕這樣啊 三個月超過17條規定可以責問 問題是今天還沒有責問過 所以應該我們要行使責問權 所以我們剛才在討論說怎麼來責問 周英雄啊 是 因為你真的比較懂這個法律的程序啦 是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案成案啊 你是不是可以協助我們施夢兄 一起去搞定這個案子 我不對個案表示意見 但是我絕對協助 好 那監察院的寄庭投票的部分 還有包括職務法庭力庭的部分 你都可以來挺我們施夢兄嗎 包括律師委託律師力庭 感謝你啦 是 謝謝 我想你們都是要創造台灣的歷史啦 這個案子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說這個案子 我們台灣不能夠把它釐清 它必要的一些法律的正義啊 那未來一定會不斷的重複循環啊 那我們就這個轉型正義就沒有走騙 沒有走徹底 所以在這裡非常期待 您跟施夢兄喔 能夠把這個司法改革 當作這一屆監委的重要任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委員 接著請李燕秀委員 接著請李燕秀委員 我是不是可以請蔡崇義被提名人 請蔡崇義先生 李燕秀委員 蔡司法官您好 剛才聽到你回答郭正亮委員 對於未來在職務法庭裡頭 你似乎有很大的這個 有很大抱著很多的期待跟期望 但是我接下來會在所有的 後續的答詢當中跟您探討 到底在監察院的部分 您有機會去介入多少司法院的改革 司法體系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問題 需要去做改善 您來自司法體系 當然對這個部分您也最了解 蔡總統上任之後 對於很多司改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建議 您來自司法院 那你對於現在整個大環境當中 在司法體系 你認為要優先做的是什麼 我認為要先做的是 重回人民的法律感情 因為我們人民對司法已經這麼的不信任 現在有司法國事會議 所以監察委員進去 首先第一個要做的 是瞭解為什麼這麼多的司法程序案件 您來自司法體系 如果經過 你也是蔡總統提名人的監察委員 如果您對於司法院長期的一些議題跟問題 你都沒有辦法去做一些改變 我們如何對於你未來在監察的工作上 你如何去糾正 彈劾 舉證 第一點 現在已經有司法國事會議 監察委員有責任去看他們有沒有落實實行 第二點 我們很多的制度面 比如說88年司法國事會議裡面 都金字塔行 陪審參審 有沒有真的落實開始在推動 這個都是監察委員可以去監督的地方 你覺得經過你的監督就有機會去調整嗎 我們整個司法體系有機會變成人民的司法嗎 時間雖然只有兩年半 但是我相信我們努力一點 包括我關注在你的自傳當中 你也提到說包括很多的冤案 你希望列為您上任之後 優先的調查的對象 對於個案的部分 你也希望重新來去糾正 或立案的部分 但是這會不會讓外界或司法界會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造成第四審的狀況 如何去避免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我已經有32年的出入經驗 這個分界點 我相信我們把它分得很清楚 所以叫約那 比如說現在鄭幸哲案 之中發現側訪有問題 我自己在本身無案發案件 跟那個周國動案件也發現側訪有問題 我改判無罪 我覺得說用這種做例子 可能接到人民稱謙的話 我們開始審視 即便你立案之後認為它是冤案 但是我們都知道 再審跟非常上訴 在司法的體系裡面 那個門事實上是非常窄 要有機會達到再審或非常上訴 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的救濟程序是什麼 如何因為你擔任監委這個工作 而我們再審或非常上訴的這個門 有機會打開 舉給你來講 如果我們有國家監視中心 可能它重新再去鑑定 可能跟現在的鑑定又不一樣 那就是構成一個再審的理由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把再審 跟非常上訴的理由 跟它寫得比較清楚 我相信法官不至於 你認為過去的監察委員都寫得不清不楚 沒有用心寫 所以造成現在司法界 很多應該非常上訴或再審的 都沒有機會 我沒有這樣講 我是說我如果去的話要先了解 如果有的話 如果假設的問題 好 我期待 我期待 我期待蔡司法官 我期待您有機會在這一塊 因為確實有很多需要非常上訴 我也期待能夠改變 我期待您在任內有機會做這樣的改變 那我要請問你 你過去長期在司法界服務 包括在處理案件或觀察同僚審判的時候 你會不會認為某一些法官 有曾經受到黨派啦 或者是上級的壓力 而有所影響他判決的結果 那個公委員報告 就我個人 絕對不會 而且目前 不是就你個人 我剛才問你的問題 你叫救我的問題來回應 如果我了解 現在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 對我的了解 現在不可能 謝謝 謝謝你請回 我請一下陳詩孟先生 請陳詩孟先生 好 剛才聽完 蔡司法官 剛才回應說 就她的了解 現在在司法體系裡面 會受黨派影響的 在司法體系裡面 她知道的是沒有 那你的看法 你認同她的看法嗎 我想 所謂這個現在有沒有 可能現在比較少了 但是我所關心的是 過去馬英九總統 執政八年期間 發生的事情 包括你剛才 從今天一開始 包括前幾天發言 你進來監察院 未來監察的工作 你要做好包括 太患 只辦 只辦綠 不辦藍的法官 那包括今天早上 你也提到說 包括回應蘇小惠委員說 陳前總統 包括郭瑤奇 陳前部長 郭瑤奇 郭部長 他受到司法的迫害 在很多程序正義上 你認為是有疑慮有問題的 那我請問你 到底程序不正義是指哪個部分 剛剛我回答那個郭瑤奇 是不是也包含陳前總統 申請釋憲的部分 這個我都沒有 包括陳案的法官 因為在整個案子當中 陳前總統也申請了釋憲 大法官的釋憲 包括陳審的法官 是不是應該要變更 那這個也被大法官釋憲 覺得事實上是可以的 所以也駁回了 陳前總統的釋憲的部分 你也認為這個部分 是有受到影響嗎 或者你也認為 這是程序不正義的部分 比方說大法官把這個 就是換法官的這一個案子 大法官認為是核限 那這個我仍然是反對 所以 好 你仍然是反對的 那你承認之後 你第一件事情 因為你的目標是非常清楚 我也尊重 那你會不會立案 去糾正這整件事情 當然如果說 辦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我不 這是非常明確的 因為大法官 當時的解釋是核限的 那按照你的邏輯來說 那就應該要去 要把這件事情 要去把它釐清楚 那你應該要去彈劾才對啊 當然大法官也不能免於監察權的彈劾 好 那第一個 那我就建議說當時 這個包括整個案子解釋的大法官 也包括蔡英文總統提名的大法官 許忠利也是其中一名 現在唯一還在職位上的大法官 是許忠利先生 我不管是藍或者綠 好 那非常好 我也希望說 你好 你就這整件事情 好好的去做一些處理 但是我也要請問就是說 您今天包括監察 回應幾位委員 你也提到說 對於未來你的工作 包括你會三分打老虎 七分打恐龍 那對於現在大法官的懲戒 就是說你覺得透過你監察委員這個位子 你覺得有辦法去介入或者去改變 整個現在司法體系的一些狀況嗎 你覺得監委 現在包括彈劾大法官也好 你覺得你有機會介入或者是立案 能達到你要的一個結果 是什麼 我想我這樣子講的話是太過誇張 或者自己自私太高 不過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 你不做的話 永遠不會進步 但是做一點 近一點 算一點 但是其實 陳氏孟先生今天也包括 剛才郭正亮委員也提了 包括大法官的懲戒 其實是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出席 然後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 包括三分之二以上的決議 才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 所以它的門檻事實上是非常高 包括你提到就是說 未來針對於七分你要花在打恐龍上面 但是現在對於國人也好 或者您個人認知的不適任的法官 你知道處理的方法 包括彈劾的方法程序是什麼嗎 要淘汰掉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你知道程序是什麼嗎 我大致知道那個程序 也就是說有兩位監察委員提案 然後其他另外有九位監察委員審核 看通過不通過 但是是交由司法院做職務法庭的審理喔 這個是交給職務法庭 或者是您所謂稱呼的恐龍法官 這個我理解 所以門檻非常高嘛對不對 是 那陳世夢先生 所以如果要達到你的目標 你進來監察院做廢物利用的目標 恐怕就非常難 無論是彈劾大法官 或者你口中所謂的恐龍法官 其實都沒有辦法達到你的目的耶 我並不這麼悲觀 因為我覺得引起社會輿論 你認為引起社會所有的關注 只有你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其他人都做不到嗎 我倒沒有這樣子講 那倒不如您在蔡總統的 司改的國事會議當中 好好的去做更多努力 說不定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你還有機會講更多的話 因為當你在監察院的時候 你所有的發言 都應該是合乎憲法的精神 來去做行使你監察委員的工作 那如果無論是彈劾大法官 或是所謂你嘴巴裡面的 不適任的法官 似乎都是回到司法院的整個體系 才有機會來彈劾 所以所謂的廢物利用 似乎沒有辦法達到你的目標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好像你來這個監察院的工作 好像我覺得沒有辦法發揮 那麼大的功能 甚至倒不如你晚去監察委員這個工作 回到蔡英文總統 司改的國事會議當中 你好好監渡蔡英文 在民間 你反而可以罵蔡英文罵得更大聲 你同不同意我的說法 我不是太了解委員的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無論彈劾大法官 或者是不適任的法官 都是回到司法的體系去做處理 監察委員的功能就是糾正 但是似乎要太換掉不適任的法官 或大法官似乎都是回到司法的體系 不是你監察委員可以做的 也就沒有辦法達到你陳詩孟先生談的廢物利用的目的 所以我才覺得說 你要不要回到司改的體系當中 站在民間友人的角度 好好建議蔡英文 如何讓司法的獨立性做好 包括你談到的 你要好好糾正 只辦綠不辦藍 我個人都認為 你會不會在司法界 引起寒蟬效應 會不會有一些人被你點名了 有些人辦了綠的會不會讓你點名說 你是有問題的 未來你怎麼會只辦綠的 你怎麼沒有辦藍的 讓司法的獨立性變得不對 你以後監察機關變成是司法的太上機關 很多法官變司法界不敢辦案 不要忘記現在完全執政是你民進黨 有機會去彈劾的機關首長 不會 可能應該都是民進黨才對 我們懲罰納粹的戰犯 也會有寒蟬效應 但是這個寒蟬效應就是當初 這個紐倫堡大省他要達到的目的 讓這種納粹的軍國思想不要再發生 我們現在彈劾 但是你現在 你現在是監察委員的 你未來如果明天投票通過之後 你是監察委員 你不是只辦綠不辦藍或只辦藍不辦綠 所有違反 應該要違反的相關的工作 包括監察 糾正 彈劾 你都應該去做一些積極的處理 這才是你監察委員的角色跟工作 問題就是說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的政治性的司法不公 或者司法 那你認為現在政治性的司法不公 只有藍的沒有綠的是不是 完全綠的完全沒有 包括現在對於勞基法的修法 你都不認為對於勞工 是一種精神上的迫害 對於勞工是一種過勞的狀態 我沒有無限上綱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嘛 我都覺得 你擔任一個監委的工作 對外的發言更要謹慎小心 不論你現在監察的工作 應該是回歸到憲法的角色 只要有違反 那我都認為 你都應該站在第一線捍衛 你應該整個憲法監察委員 應該捍衛的一些基本價值 我會 那我要請問你 當個人的價值跟憲法的價值 發生衝突的時候 你要維護誰呢 你要維護 你要站在哪一線 請委員比較具體一點的說明 之前你都認為該廢監察院啊 但是憲法的價值 現在還是權力無權分立啊 這個我不認為是憲法的價值 這是憲法的架構 憲法的架構是可以修改的 就像 但是你不要忘記 如果明天通過投票 你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去宣示擔任監察委員的工作喔 沒有錯 所以呢 所以我問你說 當個人價值跟憲法的價值發生衝突 你又說 Florian 是 你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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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